第2021章回避仙界 听到这些话 赤燕宗主如何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 他已经沦为整个赤仙界中 众人向秦峰表中的牺牲品 强导众人推 说的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刚才还一片称兄道弟的各路宗主们 几乎同时倒戈 甚至连赤燕宗的列祖列祖都给骂上了 赤燕宗主也是气得不行 忠实破罐子破摔 大声说道 散仙界各宗门同气连之 今天能这样对我赤燕宗 明天就能这样对你们弦乐宗 你们走着瞧吧 秦峰听到这话 却不生气 淡淡说道 为你有说这一句话的勇气 本地不与你计较了 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自暴自弃 才敢说了这样的话 谁曾想到 秦峰居然说不与你计较了 就好像一个老百姓要砍头了 当众大骂皇帝一样 结果皇帝掏一掏耳朵 心飘飘冒了一句 算了吧 这 这简直就是逗人玩啊 看到赤燕宗主这副恶然的表情 秦峰淡淡笑了起来 中土世界都知道本地一生笃行 以直抱怨 以得抱得知道 你想来也是抓了 鼠山剑派的一些把柄 但你的饶人处不饶人 偏要借机声势 甚至想要攻灭鼠山剑派的事情 的确做得又些过分了 但罪不至除名 也不至灭门 秦峰看向赤燕宗主说道 罪则相抵 否则的话 谈何公正 又何谈规矩 离给李乾隆前辈道个歉吧 秦峰淡淡说道 如若再犯 定不轻饶 赤燕宗主持一半赏 方才已投扣在地上 沉沉说了一声 遵命 看到秦峰这般的手段 既威慑了散仙界众多宗主 又没有落下暴虐之名 这等翻云覆雨 纵横百合的手段 让身后的秦道直异常羡慕 就在这时 秦峰看向已经丢尽脸面 静若寒蝉的散仙界众宗主 缓缓说道 好了 本地说过 罪则相当 你们若不犯罪 自然无则罚 不必这样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弄得本地像是要杀你们祭天一样 权月宗主等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连声说 不敢不敢 秦峰看向身后的秦道直说道 临选裁决官之事 就由我儿秦道直来负责 各位应该没有意见吧 如果是随便拉出来一个人 散仙界的各路大佬们哪里肯答应 但秦峰都说了 这是他儿子 虽然不知道秦峰什么时候 不声不响地有了个儿子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 已经长成的儿子 但大帝的儿子就是弟子 地位尊贵 哪里是这些家伙可以拒绝的 这不是不给秦峰大帝念子吗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全月宗主先开口 其他宗主们皆是附和道 有弟子把舵 再好不过了 求之不得 我等求之不得啊 看到这些马屁都拍得清理脱俗 戏月不经翻了翻白眼 低声说了一句 马屁精 只是散仙界里的人 谁不知道戏月跟秦峰大帝 哪说不清 道不明的关系 就是被他计较几句也是没有办法 此时此刻最震惊的人 反倒是秦道直自己了 他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老爹 我 我真的可以吗 秦道直居然还有一些不自信地问道 我当真没有问题吗 哪里知道这一问 就问出事情来了 秦峰看了秦道直一眼 你以为是让你选人吗 我的意思是叫你监督 看看有没有人舞弊 秦峰的顾虑是有必要的 毕竟这裁决官是靠比武打出来的 不排除有人故意放水的缘故 秦峰的儿子秦道直跟所有的散仙界人都不熟悉 跟很多中土世界的势力也不熟悉 基本上可以保证公平公正了 毕竟他是秦峰的儿子 谁也不敢质疑他的权威 秦峰又看向张义水说道 义水 如道那边推选调解官的工作 由你全权负责 比自己也是如道直胜 你也要一并加入到调解官的名单里来 张义水听到秦峰这般青睐自己 笑道 爹爹放心 一定将这件事情稳妥做好 张义水和秦道直虽然是夫妻俩 但是散仙界的众人都看得出来 秦峰明显更喜欢儿媳妇张义水一些啊 这哪里像是儿子跟儿媳妇 简直就是女儿跟女婿麻 布置完两届裁决所的事情 秦峰又看向谭鹏等早已经到了地仙的高手说道 所有达到地仙境 或者是散仙大员满境界的人留下来 本地另外有要是乡商 其他人 散会 听到秦峰的话 整个正殿里已走了五分之四的人了 尤其是散仙界里 除了玄岳宗主和少数几个宗主 几乎都走光了 反倒是戏岳还在 这边中土世界里 除了早就步入真武至尊境界 后姬勃发在两界融合后进生地先的莫文景 北斗新军 以及早早踏入如道至圣境界的百里清风之外 倒也不剩下什么人了 谭鹏看向秦峰问道 老大 出什么事情了 言无也说道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老大你在地先界遇到刺头儿了 你不会混不下去了吧 秦峰抬起手来 顺手敲了阎武一个毛栗子 丝毫不顾及这位超一流宗门大佬的面子 我混不下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瞧你幸灾乐祸的样子 他看向众人 徐徐说道 目前地先界里的情况比较复杂 但我确实需要大家的说明 说着 他便将自己如何灭掉了紫霄建宗 又如何相遇了贬素新和封七月的事情 一五一一实地告诉了众人 按照贬素新的说法 韩雅轩等人应该也落在地先界里 秦峰沉生说道 相信如封七月这般需要我们协助的兄弟姐妹 在地先界里不是少数 但我目前已经被七杀圣地盯上 又在天府圣地遭到妒忌 恐怕他们若是查明我的真实身份 必会对我动手 秦峰想了想说道 到时候 我希望各位都能飞升地先界 来助我一臂之力 可能莫文景之类中土世界的地先 突破时间还浅 无法一下子形成有效的战力 但谭鹏和炎武 还有再三先界修炼很久的秦氏等人 到了地先界 应该是很可观的战力 他看向众人 徐徐说道 少则七日 多则一个月 我来接大家前往地先界 第2022章 我能不接吗 从天地集书中出来 秦峰中是长输了一口气 整个夏威世界飞升天外天 这种别人看来近乎疯了的事情 终于是被他这个疯子做成了 古往今来 无数的强者 强如三皇五帝那样的人族强者 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飞升欲外 黯然离开 秦峰却是直接带了整个中土世界踏上了自己的天外天征途 现在是中土世界融合了散先界 以后说不定还要融合地先界 估计都会觉得我疯了吧 就在这时 一道清光自天地集书之上升起 书页无风而动 直接翻到了第十二页上 垂墨画面之上 最中央的圣财武院 气度辉煌 若灵霄天宫 圣财武院正殿之内 一人引法白衣 端坐上手 侃侃而弹若指点山河 旗下无数强者缩然而立 目若所思 唯有下方一人以头磕地 黄黄如丧家之犬 正殿之外 众多宗门的先缺环绕 宛若先进 下坠一行小字 写道 天地立万年 十一月三日 秦峰指两界争端 立牌众议于圣财武院 设两界裁决所 中土世界与散先界众势力 具新月成福 平治天下 下一秒 无穷天地气运一时朝秦峰眷来 其棒薄程度竟是让 已经有心理准备的秦峰 都有些猝不及防 滚滚天地气运加持之下 包裹在秦峰圆神附近的漆黑诅咒 瞬间如冬雪逢下 疯狂萎缩 不断粉碎 即便秦峰拼命压制 依旧一下子冲过了第先七节的门槛 甚至隐隐有破八节的趋势 正当这时 秦峰直接催动自己圆神小人 大口地吸收天地气运 直接拿来压缩 镇压在这圆神小人体内 这样一来 本来滚滚如鸿涛的天地气运 竟是被凝炼为一杯水那般的大小 天地气运凝炼而成的水滴 散发着金色的光泽 好像是流淌的晶莹一般 秦峰自己原神画出的 原神小人也好不吝惜 咕咚咕咚喝了一个干净 这才防止了秦峰一下子震破封印 恢复到第先八节的情况 但同样 秦峰将力量储存在原神小人体内 关键时刻 他也可以直接激发其中的力量 将境界恢复到第先八节 凭借他自己强横的地体 就可以获得与第先九节大能一较高下的能力了 就在这时 秦峰落地眉头一皱 右手抬起 已是将天地集出重新收回到了身体之内 下一秒 宋人就踏进了秦峰的主屋里 小师弟 喜事啊 天大的喜事 看到大师兄宋人这样满脸堆笑 欢天喜地的模样 秦峰不禁问道 沉默喜事 秦峰看大师兄那高兴继尔 心里一个禁地犯嘀咕 这是什么表情 该不会是天府圣地给我指婚了吧 该不会是要我娶圣女姚夕吧 就在秦峰眉头为簇 甚至隐隐感觉到不妙的时候 宋人终于开口了 小师弟 圣地来使 要册封你为正式的圣地长老 秦峰听的这话 不禁松了一口气 嘴上却是说道 圣地长老还分正式的和临时的 宋人也知道 秦峰来天府圣地的时间不长 便耐心地解释说道 正式得到赤峰的长老 和没有得到赤峰的长老 有很大的区别 小师弟你在斗仙大会得到的 只是长老身份和待遇 但并没有获得圣地的赤峰 也就没有去圣殿意识 决定圣地大使的资格 如今得到了圣地的赤峰 你就可以去圣殿里为咱们手着峰说话了 要知道 除了我们师父是手着峰的掌门 相当于长老的身份以外 我们手着峰已经不知道 多久没有心的赤峰长老了 正说话之间 宋前也跟了进来 一样的满脸喜气 小师弟 恭喜恭喜 本来圣地完全可以不给赤峰的 就让小师弟挂一个长老的虚名 没有想到居然主动给小师弟赤峰 由此而来 圣地高层对于小师弟也十分青睐呢 他朝着秦峰拱了拱手说道 赤峰长老连帝集峰都不多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说着他转过身对秦峰介绍道 小师弟这位是圣地来的贵客 秦峰经宋前提醒 便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手捧仙策站在门前 要是以前圣地的特使 一般都是护法身份 对于手着峰的人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此时此刻 却对于宋人和宋前也十分客气 可以说是秦峰成为赤峰长老之后 给予手着峰最直接的改变了 宋前宋人二人也是一脸受宠若惊的模样 宋人斜眼瞥到秦峰后连忙道 小师弟快过去 别让贵客久等了 秦峰露出疑惑之色走了过去 看了眼中年人冲 宋人问道 阁下所来有何贵干 宋人还未说话 宋前便抢先解释道 这位是来公布法旨的护法 小师弟 恭喜你当上圣地的赤峰长老啊 秦峰淡淡笑道 想不到还有这些规矩 倒是没有想到 本来秦峰拿到长老席位 只是情势所趋 拿来抵挡自己席兄圣女的罪名 之后他是准备将长老席位交给李守卓的 毕竟帝级峰的掌门唐奥峰还有一众长老身份加持 所以说话的分量 也会有重量一些 然而李守卓只有一层掌门的加持 说话分量差了不止一大截 可是现在这么一折腾 等于是上面直接点名给了自己 实在是有一点坑爹了 快接法旨啊 小师弟你还愣着干什么 宋人和宋前都在一旁催促道 秦峰只得伸出手来 那那地等着去接这所谓的法旨 哪里知道那前来的圣地特使朝着秦峰行了个礼后淡淡道 谷长老您好 赤峰诏书暂时还不能给您 秦峰笑道正好那我便不要了就是了 特使唯唯一愣不禁笑道 赤峰自然不是这么随便可以接的 谷长老还请亲自前往圣地致谢 这是圣主的意思 也是圣地的规矩 希望能够理解第2023章来自圣地的暗算 秦峰听到圣主的名字 眉头也是微微皱了起来 倒不是说他就怕了这天府圣地的圣主 他与洛参商是好友 又受了天臣子的恩德 秦峰一向是以德报德的一个人 更是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对付天府圣主 帮助天臣子师徒收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一切 不仅是秦峰的应有之意 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不过对付天府圣主并不是直接撕破脸对上去 因为秦峰目前的实力还不能直接对付天府圣主 更关键的是从天臣子和洛参商的描述里 天府圣主城府极深 阴谋阳谋极多 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甚至有可能不会跟秦峰正面对抗 专门给他使半死 这必是十分麻烦的事情 现在还不是跟天府圣主撕破脸的时候 秦峰正想应允 忽听得不远处竹林里几声轻轻的咳嗽响起 咳咳 只见组着拐杖的李守卓颤颤为为地从竹林中走出 迷糊道 好事啊 徒弟要当长老了 我这个做师父的的去看看 看看那些老家伙有没有变样 他说着有些感叹道 都多少年没见了 护法眉头为皱 上前一步道 李掌门 实在抱歉 这次只能鼓师兄一人前去 李守卓有些生气道 不行 老头子我就是要看看那群老家伙 现在的他看起来像是个得不到玩具的孩子一般 一副要置气的样子 实在对不起 圣主的意思是只能鼓跃一人前去 护法仍然坚持道 秦峰目光为动 冲李守卓道 师父 以后有的是机会 到时候我把他们带过来见你 听秦峰这么说 李守卓浑浊的目光转了转 点头道 好吧 老头子我也突然不想出去了 说着 又颤颤巍巍地走了回去 仿佛只是出来凑个热闹一般 短短的对话 师徒二人都察觉出来了 此事必有蹊跷 但二人默契的并没有说破 李守卓是因为对神秘的秦峰信任 秦峰则是一高人胆大 还请劳烦护法带路 秦峰冲护法淡淡说道 护法嘴角不经意地露出一丝冷笑 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边请 这一幕自然逃不过秦峰的眼睛 更加确定是有蹊跷 一路上 护法并未说话 只过埋头飞行 从飞仙台到天际峰 到圣地 再到主殿 居然一点都没有跟秦峰说话 这一点都不像护法跟新任长老的关系 而且秦峰还是赤峰长老 要知道 赤峰长老 那可是决定一个人在圣地地位的关键人物 还不敢紧抱大腿 哪里有这样一句话都不跟他说的 作为特使的护法一路走到了正殿 他才指了指正殿的大门口说道 古长老李面请 秦峰淡淡一笑说道 你不进去吗 护法笑道 这么庄严的仪式 晓得哪里有资格参与观理 古长老快请吧 若是一般护法面对一个未来长老 怎么说也得讨好一番 这护法却连这句长老都叫的都能听出言不由衷 秦峰面不改色地走向主殿 于他而言 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无所谓 反正都拿自己没办法 两世如胜的他还真没有因为害怕什么而退缩过 你们给我耍阴谋诡 我还会怕了你们的阴谋诡计吗 秦峰进入主殿 只见一人身披黑袍端坐其间 十几道目光同时落在秦峰身上 黑袍人缓缓抬起头 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古悦又见面了 此人并不是写下法旨的圣主 而是天几风圣子傲无常 哼 正殿大门重重和尚 十几道人迎言缓缓从阴影之中走出 古悦 今时今日 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得罪了圣子大人的人 根本不可能有活路 这几道人影之中 除了圣子傲无常 以及在斗仙大会上见过面的天几风高手 甚至还有一道身影藏身于众多高手之间 双眸怒火如熊熊烈焰 死死盯住秦峰 正是地级风首席大弟子唐烈 在他身后 又是十名地级风强者一字排开 威武无比 他的意道 古悦 谁叫你多行不义 你是不是惊讶至极 万万没有想到圣子大人为了对付你 能够与我联手吧 哪里知道秦峰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有什么好惊讶的 一堆垃圾加一堆垃圾 最后不过是大一堆的垃圾而已 秦峰的话音刚落 唐烈已是恼羞成目 咆哮好道 古悦 你死到零头了 今时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秦峰面对咆哮的唐烈 却是淡淡说道 圣子真是好大威风啊 这是准备公然对长老出手吗 想不到天府圣地的长老 如此不值钱 甚至想杀就可以杀了 秦峰抬起右臂 斜剑缺武入手 一缕缕黑气从中散射而出 缭绕不止 暴无常站起身冷笑道 对你出手又如何 你说圣地会在乎一个死去的长老 还是潜力无限的圣子 他抬起手来 突起一方阵台 盯住秦峰说道 我知道你身上藏了不少的秘密 但是那又如何 这一枚馊魂阵 在你死后 可以让我得到你所有的秘密 现在 你给我去死吧 话音落下 十几个地先六节 希杰的强者身上气势爆发 一条条先例化作丝线将他们连结在一起 将秦峰围在正中央 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暴无常掌心画雷 大殿本体抑制不住地战斗起来 秦峰目光冷然 毫不畏惧地提借而上道 你当真觉得可以将我击杀 若仅仅是心有他想 秦峰也许会宽容一二 若是已经确定为死敌 便不准备再客气了 滋 掌心雷语缺无见一处几分 暴无常目光阴冷道 放心 我现在不会杀你的 这样太便宜你了 胆敢让我在弟子面前受入 我就要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面对胜券在我的暴无常 秦峰不禁仰天而笑 暴无常 你嘴皮子上的本事 与你的实力相比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都少给我废话 一起上吧 第2024章三剑两刀大破群毫 秦峰居然说要让这些人一起上 膨胀 简直是太膨胀了 古月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唐烈咆哮道 你以为自己是不是出的天才 其实你不过是一堆自命不凡的狗屎 话音未落 秦峰身影已是化为疾风 一剑刺向唐烈 你以为你伤得了我吗 在唐烈与秦峰之间 还隔着四个人 而且清一色都是地级风的高手 万万没有不帮唐烈挡下这一剑的道理 可结果偏偏就是 15 秦峰的剑气就好像没有被另外四人发掘一样 静止朝着唐烈披斩过去 一剑穿透右侧肩胛骨 却花飞剑之中 整条右臂竟是险些都被一股脑切断下来 即便没有被秦峰这样轻巧的一剑直接切下来 也是灵丁欲断 只留一层骨皮挂在上面 立即风首席大弟子竟被秦峰隔着四人一剑重创 最关键的是 若是一剑连斩四人 再重创唐烈的话 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立大事成 一立将实惠的招式 谁都会用 就算拿出来 也并无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秦峰这一剑却是奇鬼至极 在唐烈前面的四名弟子毫发无损 在他们直线后方的唐烈却是一条右臂几乎斩断 一来是秦峰的剑太快了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已经被秦峰袭击得手 二来就是秦峰对于自己出剑的角度与力度异常有自信 而且把控得如屎蔽指 他的剑气就好像从前面的四名弟子身边绕过了 直袭唐烈一般 出剑 收剑 一气呵成 谁还想上来送死 要是说秦峰之前 秦峰说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都还会为了争夺及杀秦峰的头弓而争先恐后的话 此时此刻的秦峰 发出的无疑是死亡警告 轻轻瞧瞧第一剑就废了帝吉峰的首席大弟子 关键秦峰刺出这一剑时 毫无花巧 设置说毫不费力 就好像唐烈跟他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一样 要知道唐烈可是第仙七节的翘楚啊 连唐烈都被这股月仪剑废了 第仙六节 还有实力还不如唐烈的第仙七节 还有必要上去吗 上去送死吗 可偏偏就在这时 刚刚装过笔 话音都还没落下 就被秦峰一剑几乎斩断了右臂的唐烈 状态却十分不对 按照以往唐烈要面子的性格 就算不直接跟秦峰以死相拼 至少大骂上几句卑鄙 偷袭是免不了的 但此时此刻的唐烈 却是异常的冷静 异常地安静 似乎是完成了什么任务 用一种看向死人的眼神 盯住秦峰 恶毒的敌意几乎都要从眼睛里透出来了 没等秦峰多想 报无常已是冷笑出声 你不会以为打败一个废物唐烈 就可以打败本圣子了吧 在他身边 一名天极风强者冷笑道 一会之后 你就会知道我们天极风与地极风 那帮垃圾们的天壤之别 正当地极风众人 对于来自友军的嘲讽感到极为不爽 甚至即将发作的时候 争 一口重剑竟是如鱼龙飞月而起 掀起一阵水花 莫地自己落入那人手中 斩 重剑加持之下 一剑斩出 竟能搅动天地灵气 使用此方世界的法则力量 要知道 这不是中土世界 也不是散仙界 而是法则森严的地仙界 一剑斩出 竟能催动地仙界的法则力量 也就是说 要么这人是天仙 或者是天赋异禀的地仙大圆满 再或者就是他手里有一把天仙气 答案显然是 天仙气 地极风好几名为祝唐猎 为他包扎伤口的强者 皆是惊呼出声 甚至有人手上的动作都忘记了 若是要无偿拿出一件天仙气 所有都不会感到奇怪 天极风里随便出来一个人 就能够拿出一件天仙气 这未免也太吓人了一点 地极风与天极风的确是有差距 但差距哪里会大到这样的程度 就在这时 更加让地极风众人难以接受的一幕出现了 虽然天极风的强者实力不一定超过地极风 也有不少地仙气节的存在 但是 几乎每个人的手中都闪烁起耀眼的各式光芒 无数法则之力相互交织 刹那之间化为绞杀之网 呼啸如海潮一起朝着位于最中央的情风扑来 每个人的手中 至少是一件准天仙气 这就是天极风与地极风的差距 不是在人 可能也不是在天赋 而是从硬体上彻底压倒对手 别书是位于绞杀之网最中央的情风 就连跟天极风如今是蒙有关系的地极风 强者们都惊得如同痴呆一般 什么人能够承受得住十几名天仙的轰击 地仙七节以上 掌握有准天仙气 甚至是天仙气的强者 在同级当中绝对都是无敌的存在 一人出来 收拾这股月可能就够了 何况这么多人合力出手 看到情风纹丝不动 所有人都以为 这家伙肯定是吓傻了 但实际上却是 你们也就这么一点欺负人的本事了 话音落 情风之前一剑几乎斩断 唐猎一臂的天地轻欲剑末地松手 下一秒 天地轻欲剑静直朝着袭来的十几把天仙气飞去 与此同时 情风双手一抖 左手握住轻竹剑 右手握住缺五斜剑 竟然都没有施展剑招 而是直接抛飞出来 天地轻欲剑 青竹剑 缺五斜剑 三把长剑如劈开红涛的金龙 直接相互盘绕 交错 未及动手 原本漫天的天仙气和准天仙气静 都像是望普阻拦巨车的螳螂 连一个照面都没有接下来 嗡嗡嗡三道剑影连昧而过 攻向情风的漫天仙气 当时化为漫天碎片 直接扯成了碎片 怎 怎么可能 所有天急风之人皆是募资剧烈 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 难不成 秦峰手里的剑 品级比天仙气还要高吗 秦峰三剑拖手 下一秒 弄地一声轻响 左右双手向上一拖 掌心向上 一柄带翘长刀稳稳落于掌心之内 左手一翻 掌心握翘 右手一转 掌握握柄 每等所有人反应 雪亮刀光已是脚弱金龙 从翘中飞掠而出 刀光先到 刀翼再致 最后才是那姗姗来迟的一声出翘诈响 争 上古拔刀树 一文字斩 拳击 他凭借妖姬的巨大扭力 身体在半空之中陡然转身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再斩一刀 不再是一文字斩 而是威力更甚的十字文斩 雪亮刀光 灯时如催橙重剑 又好像半幅明月寒光 刹那之间在正殿之上爆炸而开 所有刚才对秦峰出手的天极风高手 竟是一招之内 伤的伤 败的败 纷纷向后疯狂退去 躲避刀镜 竟是如躲避温神一般 刚才如海刀枪剑林 铁桶一般困住秦峰的阵势 指三剑 指两刀 瞬间如溃于乙穴的长蹄 崩塌殆尽 秦峰傲立于大阵中央 语气森朗 桀骜不逊 还有谁上来送死 此时此刻 天极风众人已是彻底傻了 距离秦峰从天门禁地出来 才过去了多久 一个月都没有吧 秦峰在天门禁地时 大家都见过他的实力 虽然还不错 但毕竟也只有第先六节而已 甚至可能都还不到六节 因为谁都知道 秦峰入天府圣地的时候 只是一个第先五节的体秀散人 谁曾想到 此时此刻 竟能三剑两刀 败进天极风 各路强者 这其中不乏第先六节的人 更有第先七节 隐隐要突破八节的强者 唯独一个秦峰 本来就好像比杀一只鸡 也困难不得多少的事情 谁也不曾想到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说 秦峰从天门禁地回来之后 又突破了 从第先六节直接突破到了第先七节 而且看秦峰现在的架势 根本不可能才是第先七节的入门 至少也是第先七节的小圆满了 就算是他在天门禁地里有天大的奇遇 也总要遵守基本的规律吧 丹药服进去 就算是天仙丹药 也要等药力散开 被身体吸收不适 就算是醍醐灌顶 直接传功 身体也要适应不适 这究竟是什么鬼情况 老天怎么不用雷劈这贼小子啊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胆怯了 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奥无常的身上 一方面 又杀古月的主义是奥无常的主义 另一方面 除了天府圣地的圣子奥无常 这正点之内 恐怕也在男友对手了 秦峰也是看向奥无常 淡淡笑道 圣子 这就很尴尬了 您找来的这一群天极风的帮手 似乎跟他们口中地极风的垃圾 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啊 他冷笑道 要不换您下来跟我比划比划 奥无常面对秦峰的嘲讽 竟是没有暴怒 反而咬住牙齿 冷冷笑道 古月 你死到零头了 下一秒 强烈的危机感瞬间袭上秦峰的心头 一道原本不在秦峰感知范围之内的先例波动 骚然出现 自天顶而出 轰然落下 脚触生 还我徒弟命来 第2025章大战敖天 嗡 人影未到 龙影仙道 一条清零幻影 龙爪迅捷 狠狠朝着秦峰拍击下来 九天神兽 即便是这尊幻影 都堪比天仙的强力一级 倘若有防备还好 但对方显然身安隐秘偷袭之道 居然连秦峰都没有发觉 此时此刻 突然出手偷袭 竟是秦峰猝不及防 刚刚仰起明红刀去格挡 那一条青色蛟龙已是直轰而下 刀鞘先出 战时阻挡青色蛟龙 下一秒 明红刀出手 刀身之上 西浪如海 竟是与那青色蛟龙轰然相撞 秦峰原本以为对方这一道青色蛟龙 是大力尘 可能会是战刀或者是重剑之类的天仙气 顿悟法则化成的 所以他集中生智之下 先用刀鞘阻挡对方下批的气势 继而再用刀身硬抗的战略 不仅没有丝毫的问题 更是他在中土世界无数次生死战场搏杀之后 做出的最优的判断 可是叫秦峰都没有想到的却是 哐当 一声盾气击打在刀身上的闷响 秦峰握住明红刀的右手 顿时传来一阵扯痛 简直就像是整条胳膊都要被刀身上传来的大力 给砸断了一般 秦峰痴痛只抬头看了一眼就按叫自己坑了 那驱动着青色蛟龙幻象的不是旁骛 而是一根不知是什么材质的龙头青绿拐杖 顿气不比锐气 根本不怕格导 齐门兵气一般都会在决斗中出奇制胜 这是一条从中土世界沿用到无尽其他世界的真理 秦峰咬住牙赶紧亮枪向后连续倒退 明眼人知道秦峰吃的是误判对方兵气的亏 是想要以快速的倒退来缓解这一级的冲劲 刺激反击再战 唐烈等人看到的却是秦峰被那手持龙头拐杖的强者 突然偷袭的手 只一招就打了秦道直一个措手不及 甚至打败了几乎以一己之力败进天极风众多高手的古月 天赐蒙的青龙使 果然是名不虚传 唐烈怨恨必看向秦峰 这次熬天坐实了古月就是杀了他徒弟的凶手 他死定了 青龙使熬天也不与秦峰多话 连连挥舞青龙拐杖 明明每一集都是打在了空楚 却分明有裂空穿石之声 就好像是轰然一集都抽在了空间法则上一样 每抽出一杖 就如同中流挤水 轰隆如瀑布逆流 第一杖 升如红中 第二杖 升如瀑布 第三杖 升如雷霆 带到第四杖落 升如天穷炸裂 四面八方 足以淹掉整个正殿的水墙骤然立起 旋即一下坍塌 猛然从四面八方朝着秦峰淹没下来 秦峰也知道自己遇到了墙底 哪里还敢有丝毫的懈怠 顿时猛地抬起手来 之前飞出去的三柄笔之天仙气的仙剑末地飞回手中 天地轻欲剑先回到手中 一道剑一如分开阴阳 直断生死 披斩而下 轻竹剑其次入手 双手握剑 迅捷之中 施展出的是手啄风 匿迹一夜斩青天 难天剑一如飞花落叶 席卷而出 最后 却无斜剑入手 是燕气脉发动 剑身之上如灼烧料源烈火 是热如烈羊 伴随着爆炸巨响 一剑挥出 看到秦峰施展出的剑招 青龙使敖天在龙头面具之下 发出一声毫不掩饰的冷笑 青龙使敖天运用的明显是 谁属性的世界法则 正常情况下 只要是稍有常识的修炼者 必然会使用与他属性相克的世界法则 就算不能运用世界法则 也会拼命使用属性相克的招式 秦峰的第一剑是无属性的一剑斩 凭的是一粒将实惠的本事 第二剑虽说是一叶展青天 但并不是木属性的世界法则 甚至连剑招都不是 只不过比起一剑斩来 稍微多了一些花巧 也正如青龙使敖天自己所预料的那样 前面两剑虽然声势害人 但在这世界法则面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第一剑只不过斩碎了几道巨浪 第二剑眼见着要突围而出 也被狠狠拍打了回去 那青竹制成的竹剑 直接就像是死鱼一样被拍摊在了地上 至于这第三剑 也许是病急乱投医 居然直接运用了严属性的世界法则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妈 在青龙使敖天看来 必然是这小子实力尚浅 根基不够 所以只领悟了区区一道世界法则 也就是这一道勉强 可以运用严属性世界法则的剑招 此时命在旦夕 也顾不得属性相生相克了 先施展出来再说 想到这里 青龙使敖天不禁奸笑一声 手中青龙拐杖如惊涛狂掠 疯狂拍打周围的空间 全力驱动之下 谁属性的世界法则骤然狂暴 之前不过是四面八方涌来的巨浪 如今竟是全数化为骇人的青涩水龙 狂暴咆哮 一起朝着秦峰发动了冲锋 可就在这时 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严属性世界法则 秦峰见到这极端凶险的情况 竟冷笑出声 猎阳之下 诸天万物生 猎阳之下 诸天万物亦可灭 日耀诸天斩 一语落下 原本凶宁无比 朝着秦峰扑杀下来的数十条青涩 青涩水龙 竟是在这赤燕建议之下 迅速蒸发 建议所到 青涩水龙瞬间贯穿 这些世界法则的造物 虽然没有形成真正的生命 但也有了最基本的感官 此时此刻 被日耀诸天斩的建议直接洞穿 蒸发 有的甚至被拦腰斩断 更别提有多痛苦 整个大殿之下 一时间竟然都是水龙的哀鸣之声 比起刚才水龙朝着秦峰发出的咆哮声更甚 暴无常 唐烈 并天疾风与地疾风诸多强者 此时此刻 竟都看得如同痴呆 运用眼属性的世界法则 直接碾压水属性的世界法则 这究竟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一开始地疾风很多强者 对于古月能够一人独败欧阳等人 认为是回来的弟子言过其实 逃避罪责 此时此刻 却是感觉那些自称目睹了古月的杀神之姿 还逃回性命的弟子都是奸细 这样的赫赫凶神之下 哪里有对手能够逃得性命 天疾风等人的目光则都落回到了傲无常的身上 毕竟这次诱补古月是傲无常的意思 天赐蒙的青龙使傲天若是没有出手 最多也就是圣地之内 各个支派的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如何处理 也都是圣地高层说了算 而且可以用家仇不可外扬为借口 直接要求所有人封锁消息 若青龙使傲天出手 弄死了古月也就罢了 毕竟圣地不可能会为了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来处罚自己的圣地 怕就怕现在的情况 青龙使傲天出手了 非但没有袭杀古月 反而好像有要被古月击败的趋势 万一青龙使傲天出手 还输了 再被古月一闹 近日在这正点之中 参与暗算古月的人 所有人恐怕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立阵 傲无常低吼一声 当机立断 他末地祭出仙剑 一道电光在剑尖炸裂 雷霆之势化作弥漫剑影 层层叠叠交织 暴怒之下的他实力极其恐怖 不只是傲无常的攻击 十几个天极风强者的大阵也已经布置完毕 一股如实直斑的灵魂威压涌向秦锋 若秦锋只是普通帝先元神 哪怕是帝先巴结 也会被这股灵魂威压压成意识全无的白痴 但很可惜 他拥有的是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天仙元神 就等你们对我动手了 傲无常的身后 在天极风强者一起的加持之下 墨帝一道锁臂的圆环已须隐形式骤然浮现 下一秒 锁臂圆环骤然张开 其中雷霆狂暴自裂 简直就好像是傲无常的身后又开了一只恐怖的雷霆之眼一般 临死前见识到这天目玄元大阵的实力 你到黄泉之下 也可吹嘘一番了 傲无常的剑间再度涌起雷光 身后雷霆之眼骤然加持 一道赤裂此便墨帝即次向擒风 周围的空气瞬间被撕裂 叮 擎风剑撞 右手向后一折 静止将斜剑屈五横挡在身前 右手握剑 横挡身前 左手力掌 直接贴在屈五剑后 紫色雷霆一席而道 擎风只觉得一股大力弹来 将他的身体不可以指地向后撞去 扶住剑身的左手简直就像断了一般 不是自己的了 握剑的右手也是麻得要命 根本失去了知觉 秦峰都没有想到 这道雷霆 竟是比青龙使敖天的一级 威力更大 如果挡住这道雷霆的不是能够吸收 所有属性攻击的缺武鞋剑 而是一柄其他的剑 哪怕是青竹剑这样的天仙气 恐怕都要被直接打断 秦峰正要挣扎着战起 一级得手的奥无常如风魔一般 嘶吼道 给本作死 那雷霆之眼之中 又是一道缠绕着火时的紫电雷霆喷射而出 秦峰似也是被这一道雷霆 劈得激发出了血性 当时咆哮了起来 跟我比雷 你也配 秦峰所有先例一起注入手中 缺武鞋剑之内 鞋剑之内吸收散仙界 飞生时的天道雷结而成的 雷霆气脉刹那之间 如一轮紫月刺眼夺目 让你看一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雷 第2026张珠躺裂 通龙 光芒相撞 万道电光煞时间将主电照亮 连天疾风强者们都如喝醉了酒一般 地动山摇 站立不稳 席卷周围的雷霆风暴之中 竟还有无数刀剑粉碎的猎响夹杂其中 雷暴之下 所有准天仙气之下的金属仙气竟是如遭重创 纷纷军裂粉碎 甚至有的直接爆炸开来 两人这一记雷霆对冲的威力 可见一般 秦峰的乃是天道雷霆 而傲无常的不过是凡雷 仅仅是这么一撞 雷霆高低立即分晓 若不是傲无常本身实力高强 极有可能被秦峰的雷霆反噬 虽然看起来这股月与傲无常如今是平分秋色 旁边的青龙史傲天却是看得心惊肉跳 秦峰自己不知道这天幕玄元大阵有多厉害 青龙史傲天却是听说过 我义为天意 文物为天物 说的就是这天幕玄元大阵 这是夺天地造化的大阵 需要至少十名第先七节强者加持 能够利用最强的雷霆法则轰击对手 最强时的威力甚至都可以超过飞升雷节 暴无常利用天幕玄元大阵的加持 不过与这叫古月的小则打得平分秋色 要知道 这小则才第先七节 暴无常则至少是第先八节大圆满 甚至第先九节都有可能 若是等他第先大圆满了 那还了得 而且此番天府圣地里 青龙史傲天已经与这小则结下不死不休的仇恨 以后哪里有不被他报复的道理 而且根据唐傲天的说法 这个叫古月的小则似乎跟朱雀史凤妻的关系匪浅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唐傲天故意挑拨他与这小则的关系 但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万一此事是真 更是不得了的祸事 此此日后必是祸害 今日不除 遗害无穷 青龙史傲天此时此刻 心中已是做了打算 无论如何 都要在这里终结掉古月这个祸害 不只是青龙史傲天惊住了 欧无常自己也惊住了 天门禁地后 欧无常在酒宴上不过是将古月当作是一条凡人的虫子而已 虽然麻烦 但自己真要狠下心来 一脚也就踩死了 此时此刻 他不仅是踩下一脚 甚至都使出了浑身解树 居然都没有能够击败古月 更不要说杀死古月的时候 他恐惧了 看你还能挡到几时 可就在他准备积蓄力量 身后的雷霆之眼之中子便阴晕之时 扑 先是一个实力最弱的天极风弟子喷出一大口鲜血 拳击扑扑扑扑 帮助傲无常主持整个天幕玄元大阵的十几名天极风弟子接二连三吐血 霸无常的身后 原本即将续力成功的雷霆之眼非但没有喷出一道强力的雷霆 反而不断向内闭合 眼看着就要消散开来 大势已去了 看到这一幕 被激发了血性的秦锋顿觉酣畅淋漓 大声呼喝 如回到了当初在中土世界 散仙界里叱咤风云的大地模样 借助外力终究不是自己的力量 傲无常 辱记穷已 勤锋抬起左手 隔空手掌力起一阵 除了他握在手中的屈武鞋剑 地上的天地轻欲剑与轻竹剑骚然像受到召唤一般 墨地飞起 直接朝着傲无常穿刺而去 本座是天府圣死 你 你也敢杀本座 暴无常的话音之中竟是戴上了一丝惊恐 虽然难以置信 但事情却极有可能是真的 前些天才是最垃圾支派的区区一个内门弟子 居然要杀南斗玉最强宗门的圣子 而且还是在天府圣地自己的正殿里 荒谬吗 简直是太荒谬了 可偏偏 秦锋回答他的是一声冷笑 只允许圣子又杀长老 不允许长老正当防卫杀了圣子吗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两口长剑仙道 直接朝着傲无常袭来 争 傲无常拼力一剑 斩向天地轻玉剑 与此同时 身后雷霆之眼拼命 集出一道雷霆指点向轻竹剑 轻竹剑应声而落 傲无常以仙剑去挡天地轻玉剑的结果却是 轻玉剑过 仙剑并那一道剑影同时粉碎 天地轻玉剑不曾有丝毫组织 只赐傲无常咽喉 亦 你真敢杀我 秦峰冷笑 如何不敢 亦 天地轻玉剑发出一声锐利的剑鸣 竟是被遗物捣砸回来 直接旋转着飞回到了秦峰的手中 在看傲无常身前 一道人影右手指青龙拐杖 左手按在傲无常身后背上 那人戴青铜龙手面具 高大魁梧 声如雷霆 老夫助你 正是青龙史敖天 在场的人 也只有青龙史敖天能够以一己之力挡住秦峰的天地轻玉剑 下一秒 在青龙史敖天和傲无常的合力催动之下 原本因为力量衰弱都要消失的天目玄源大阵骤然之间模糊的影子化为清晰 尤其是傲无常身后的雷霆之眼 更是索要完全打开 滚滚雷霆几欲膨胀而出 该死 秦峰感受到这可怖的先例波动 当时就意识到事情不妙了 青龙史敖天居然与傲无常彻底联手 不惜一切要震杀自己 还是大意了 当时就该直接先击退青龙史 分化瓦解他们 秦峰心中有些后悔 大殿之内 风雷狂笑 不断地有沙石被雷霆之眼吸引 不可一指地朝着雷霆中央飞去 往往还没有来得及靠近 就直接被狂暴的混乱力量拍打蹂躏成了尘埃 秦峰杖剑在手 竟也不得不攻起身体 阻挡着巨大的犀利 他的心中已是做出了最快的打算 放弃掉储存天地灵气到天仙界再释放出来的计划 直接将这些在原神小人体内的力量激发出来 境界可能会在瞬间被爆到八截 甚至是九截 干脆与死网破与傲无常和青龙史傲天拼命 隔杀两人 只是这样一来 可以说只是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实则一害无穷 在天府圣地里杀了天府圣子 证据确凿 人就是他秦峰杀的 有理无理都已经不重要 天府圣地是绝对待不下去了 杀了天赐盟与朱雀使凤七平起平坐 甚至资格更老的青龙史傲天 必然要遭遇天赐盟的疯狂暴富 凤七月恐怕都照不住自己 这还只是面前的麻烦 之前储存天地灵气的计划功亏一亏 再难拿起 以后飞升天仙界之后的修炼的日子会异常艰难 而且本身修炼静静过快的亏空 也难以修补 只是这些问题目前都不如眼前要击败奥无常和青龙史傲天 留住性命的危机来得紧迫 我也只有拼死一搏了 秦峰想到这里也再次变得坚毅而赌定 给我死 奥无常此时得到了青龙史傲天的帮助 已是有恃无恐 还有后手 见秦峰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奥无常便自然地将这些归于他在禁地之中所得的机遇 行风越强 只要除掉他 能够得到的机缘就越多 他如何能不开心 报无常竟还好征一霞 讥讽道 此地早已被阵法封锁 就算你的那的废物师尊恢复实力恐怕也未必能破开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你乖乖交出秘密 我给你留个全师如何 就在这时 翁 一道见光长玉百里 竟是从殿外直接穿刺而来 封锁正殿的屏障在这剑光面前 简直就好像是纸糊的一眼 硬生而碎 如被破碎的不是可以阻挡天仙以下一切轰击的屏障 而是斩碎了一层脖子而已 下一秒 剑一穿过大殿屏障 所有人注意力都投向那一道剑气的瞬间 秦峰的左手骤然一抖 天地轻易剑笔直射出 这一剑竟是直轰在了天幕玄园大阵的最中央上 刚才还在爆炸边缘的大阵骤然停摆 下一秒 狂暴力量未及发出 直接湮灭爆炸 就连那雷霆之眼都瞬间爆炸 该死 除了奥无常和青龙史敖天眼及手快 直接祭出护身仙宝之外 其他所有人据是被爆炸的气浪波及 像没有品质的纸片人一般狂飞出去 派人的爆炸声也终于穿了出去 整座天极疯狂如末日疯狂地震动起来 扑 唐猎更是连抵挡都没有来得及 身体就被扯成十几段 连全尸都没有留下 暴无常已经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运转先例抵挡 然而当天幕玄园大阵爆炸产生的威能撞在他身上之后 一口鲜血依旧抑制不住地喷出 仅仅是鱼泼攻击便让他喷出一大口血来 青龙屎熬天看到这一幕 竟是间隔挡不住 信手扔下一只傀儡假身 身体已是直接在爆炸之中粉碎消散开来 隔着护身屏障 暴无常连嘴角的鲜血都未擦拭 眼睛里已是要喷火了 古月 我必要将你千刀万剐 此次的损失简直大到超乎他的想象 这些天极风的强者可都是他暗暗培养的势力 本来是要派来对付落参商等人的 谁曾想到居然全没在了秦峰的手中 此次损失无异于让他近百年的筹备 心血付诸东流 他如何能不细 可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女声从原杵响起 暴无常 你还是先考虑你自己吧 第2027章不公的裁决 急目原杵 一道人影手足拐杖 一手握一口碧蓝如秋水长剑 泽泽说了一声丫头 你这剑还算顺手 老夫先用了 不是旁人 正是之前奥无常口中 绝无可能破开屏障的手镯风掌门 李手镯 然而站在他身边的窑窕少女 不是别人 正是天府圣女姚夕 姚夕 奥无常看到这一幕 一口牙齿挤要咬碎 我说这老家伙怎么会知道大阵的真言所在 姚夕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 圣女姚夕确实冷笑回道 你勾结天赐盟又杀圣地长老 究竟谁才是吃里扒外的叛徒 李手镯也冷笑道 奥无常 你假冒圣主手欲 又杀我徒儿古月 你好大的狗胆 若是平日里 李手镯这个废物掌门 敢敢直接骂奥无常 他必是要火冒三丈 直接发作的 但现在却不对劲了 李手镯刚才一见从百里之外击出 竟还能威力如此害人 莫不是 这老小子一直在隐藏实力不成 与此同时 天空中 无数道强大的气息 赶至天际风的圣地正殿 这么大的动静 普通长老 执法长老 并护法以上的圣地中层 已全都被惊动 迅速朝着正殿方向掠来 当他们看到几乎被轰成废墟的正殿 遍地狼藉的残枝断壁 以及站在废墟之中的奥无常和古月时 所有人都惊住了 之前有人听了李手镯的话 一个个更是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奥无常居然未造圣主的手谕 将古月骗到圣地正殿 然后封锁正殿围攻古月 准备将他击杀 关键是看秦锋和奥无常现在的模样 明显是奥无常伤得比秦锋还要重啊 地上遍地的残破尸体 哪怕是用膝盖响 都知道是奥无常请来围杀秦锋的各路好手 这样来看的话 怎么样也是奥无常比秦锋惨啊 若说是秦锋故意设计暗算奥无常 都有人相信 这可是个大瓜啊 奥无常猛逼抬起手来 指向面前的秦锋 咆哮道 古月 你心狠手辣 丝毫不念及同门之情 任意残杀同门跑则 此罪当诸 听奥无常的意思 这一切都是古月搞得 周围的天府圣地众人皆是金柱了 这古月不是传说仅仅只是个体修真人吗 什么之后体修真人能这么强了 奥无常可是年轻一代当中 绝无仅有的八节强者啊 这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听到奥无常的话 秦锋将手中的缺武建筑在地上 立在几乎化为废墟的正殿之内 谈笑自若 圣子殿下 您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你与天赐盟勾结 聚众又杀我一个圣地长老 还不许我还手了不成 如果说之前看到这遍地狼藉 是一个普通爆料的话 秦锋刚才所爆的料 简直就是能把天捅一个窟窿的爆料 报无常圣子勾结天赐盟 又杀已经是圣地长老的谷月 加上之前天门禁地里上层早 就传遍了的谷月轻薄圣女姚西的桃色新闻 再加上这几日传出来的天阙格中 奥无常与谷月对决的始末详情 很容易可以被人脑补出一个天府 圣女姚西喜欢上新入门年轻财俊 继而引得圣子奥无常醋意大发 甚至痛下杀手的桃色美艳故事 奥无常看向面前的秦锋 历生鹤道 谷月 你来历不明 身份亦不明 下手又狠辣 谁知道你是哪个圣地派来搅乱天府圣地的奸细 话音刚落 一道紫袍人影已是徐徐而落 正是天府城主落参商 落参商那如玉雕般的面容之下 嘴唇清洗 却是一声不屑冷笑 谷月是本城主推荐入圣地的 什么叫来历不明 身份不明 请你扯谎也扯得有水准一些 可以吗 奥无常圣子 李现在的样子 当真像一条贱人就咬的疯狗 尤其是最后一句 更是戳到了奥无常的痛点 他如今的样子 哪里还有半点难抖第一圣地的圣子模样 但是此时此刻 谷月身后由李手镯撑腰 更有姚熙和落参商相助 正殿底下躺着的尸体做不得假 尤其是帝集风首席大弟子唐猎 还死在了这里 现在圣地里的长老 各封的护法门 哪一个敢帮傲无常说话 肃杀之下 隐隐竟是有了落井下石 枪导众人推的趋势 正当此时 忽帝一生凄厉惨 豪如气血一般 从远处传来 谷月 你敢杀我帝集风的首席大弟子 老夫一定要为我恋而陪葬 啊啊啊 狂风急飙之时 帝集风掌门唐奥风的身影 头发炸裂 哪里还有半点是外高人的潇洒模样 秦风一眼看到近乎蜂魔的唐奥风 自知对方不是善茶 他虽然刚才刺破天目悬元大阵时的一剑 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心力 但也不代表他可以任人宰割 反正恶人已经做了 干脆做到底算了 大不了 就用底牌 原神小人里储存的天地灵系 就是他最后的底牌 秦风心下一横 主柱缺五剑的右手虽然还没有动 但已是脚步向后一撤 隐隐做出了防御的动作来 这样的状态之下 即便是出击 还是闪避 身体第一时间就可以回应 如果唐奥风胆胆对他出手 他有信心 可以将这地极风掌门 直接斩于长空之下 至于斩了地极风掌门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想去管 也懒得去管了 虽然秦风在学武之初就立誓 此生此剑不斩无辜之人 但在中土世界时 要是杀一个人都要去想会怎么样 该怎么办 那秦风是真的要被烦死了 争 唐奥风的手中 一口青双长剑角角如龙 一口冷月弯刀若双降临 剑在右 刀在左 两口天仙气直接扯碎空间规则 刀下 剑下不知收割了多少 修饰性命 眼看着 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 奥无常的眼神之中 也是一丝寒芒闪烁 无论是欲蹦相争 与翁得利 还是借唐奥风之刀来杀古月 对于奥无常来说 都是绝对有利无害的事情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如意算盘 全部都被一人的横空出现而打断了 放肆 拳击 强大威压瞬间冲击而下 无论是随时准备出手还击的秦风 还是左手刀 右手剑 对极杀秦风 是在必得的唐奥风 几乎同时都感觉到了身上 像是被层层中弹压住似的 秦风本身是天仙静元神 最多只是行为迟之一点 若是真要硬抗 不过是行动受限 唐奥风却已是被这威压 直接压制的落回到了地上 一脸不甘地望向远处的秦风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业燃若天神 净直出现在整个天极风大殿的正上方 居然是奥无常的师尊 天府圣地的圣主 阻挡唐奥风出手的 居然是天府圣地的圣主 奥无常不能理解 秦风却是抬起手来 扬起自己接来的法指 大声道 圣主大人在上 这法指是不是真的法指 天府圣主看了秦风手里的法指一眼 淡淡说道这是真的法指 其实这法指就算是假的 天府圣主也只能说是真的 因为按照圣地戒律 卫造法指是万恶不赦的重罪 同门争斗 则是可以宽幼的罪过 只要无过错一方没有伤亡即可 所以 即便整个大殿里横七数八地死了一地的人 但这些人不过是袭击秦风不成 就有自诩 哪里知道 已握住这卷法指 竟又冷冷说道 既然法指是真 那我就是圣地长老 也是拥有意识权的赤锋长老 请问圣主 傲无常人欲将我击杀 该当何罪 面对秦风阵龙发聩的质问 长老们看着一地的碎线面面相去 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圣主也是眉头皱起 他没有想到 秦风居然暗藏杀招 如果法指是真 秦风就是长老身份不假 那么傲无常袭击他的举动 就不是同门内斗 而是谋杀圣地长老 非同小可啊 但这也叫人为难 不只是圣主 就连执法长老都很为难 一方面秦风 确确实实是圣地长老 谋杀圣地长老 按照戒律是要废去修为 仙刀万寡的 但是 傲无常以天府圣子的身份 处死又是完全不可能 这可怎么判 天府圣主看了看秦风 淡淡说道 谋长老 圣子虽然犯下大错 但念在只是初犯便绕过一死 天府圣主说着转过身力声道 报无常 你这念图 你可知罪 报无常如何能不知道师父的用意 竟是赶紧逼下头来 无比配合到 婢子知罪 圣主冷声道 既然知罪 本作便罚你禁足一年 罚奉一年 你可甘愿受罚 报无常瞥了眼秦风 眼神之中竟是流露出的一只色 点头道 弟子甘愿受罚 什么 李守卓等人 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谋杀圣地长老 按照戒律应该千刀万寡的大罪 居然可以轻判到这种程度 禁足一年 罚奉一年 这根犯了杀人罪 口头教育一下就放了 有什么差别 开什么国际玩笑 第2028章唐猎白死了 执法长老似乎也觉得不妥 但他刚想开口说要维持圣地戒律的尊严 天府圣主已是颇为头疼地摆了白手 好了 下去吧 秦风目视着圣主所作 眯眼问道 圣主 报无常犯下如此过错 只是这样如何能让其他长老幸福 天府圣地的戒律 还要不要严格执行了 谋杀长老 结果只是关禁闭一年 罚奉一年 甚至连圣子之位都没有剥夺 这还搞毛线 圣主装作没听到秦风的话 不左右而言他道 谋长老也是受惊了 此战想来也十分疲惫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仪惠本圣主会让人送一些天仙丹药给你作为慰问 执法长老哪里还不知道圣主的意思 也跟着点头道 念在无常事出饭 便原谅他一次 古长老心胸开阔 相信也不会介怀的 这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秦风自己又没有伤到性命 就不要咄咄逼人了 而且圣主也说了 要送天仙丹药给他当作慰问 把圣主惹怒了 绝对没有好果子可以吃 不过秦风也不是死心眼的人 此时听到圣主的话 也知道虽然现在秦风一方占尽优势 但以现今的实力 还不是更傲无常师徒翻脸的时候 万一圣主不要脸了 跟秦风等人来个鱼死网破 那就得不偿失了 想到这里 秦风淡淡说道 如此多谢圣主 那我作为赤风长老的信物 是不是该给我了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圣主怎么可能真的 封这个来历都不明的 古月做圣地的赤风长老 但是之前奥无常用赤风长老的名头 将秦风从手着风片到天际风来 还未造了法旨 也就是说 要么圣主将错就错 封秦风为有义正权力的赤风长老 要么就要承认奥无常 未造圣主法旨 那未造法旨 谋杀长老的罪责加在一起 可就大的惊破天了 若是圣主这样都护短下来 传出去 肯定要被整个地仙界笑话了 不过 圣主连谋杀长老都可以护下来 如果传出去 就已经让天府圣地很丢人了 听到秦风的话 圣主虽然不悦 也只得抬起手来 以仙力宁成一件硬性 钻在手心里捏了一会 信手飞直向秦风 秦风踢手接住 目光落地移动 已将那硬性稳稳攥在了手里 秦风定睛看时 手里硬性大约三指粗细 正面刻着南斗六星 反面刻着天府赤令四个大四 虽然都是先例凝聚而成 但当真雕刻的巧夺天宫 圣主本来是想叫秦风难堪 谁知他竟一下子接住了 只得延伸说道 有此硬性 你以后就是圣地的赤峰长老了 赤峰长老可救圣地重大事项 进行议事 有表决权 凭此硬性 可以出入除了禁地之外的任何场所 圣主又说道 但赤峰长老之位 全则相当 处处都要以维护圣地声望为己任 如果触犯戒律 就会被摘去 变成普通长老 秦风听到圣主这最后一句话 也是淡淡回应道 遵守圣地戒律 自是应该 只是圣地戒律 毕竟不是招令戏改的玩笑儿戏 这种事情还是少作为好 秦风的话 免礼藏针 不卑不亢 丝毫没有因为得了赤峰长老的便宜而服软 圣主的脸上也是略过一丝韵色 但此时此刻 把柄都在秦风手里抓着 好在奥无常是他的弟子 护短别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他是堂堂的圣地之主 总不能真的斩了自己最心爱的徒弟 虽然有违戒律 但毕竟还算合情合理 秦风等于是抓住了奥无常和圣主的把柄 得到了赤峰长老之位 甚至有可能得到圣主为老的天仙丹药 看起来占尽了便宜 奥无常虽然犯下天大错事 那其实也没有遭遇什么责罚 其实说起来 奥无常一方也并没有输了太大的阵仗 眼看着事情终于解决 忽地一人如恶狼力毫了起来 我徒儿唐猎怎么办 唐猎难道就白死了不成 我弟疾风的首席大弟子难道就白白被这小畜生杀了不成 此时此刻 秦风化名的谷月已经是天府圣帝的赤峰长老 即便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都没有问题 还敢喊谷月是小畜生的 放眼整的天府圣帝也只有承受了丧徒之痛的地疾风掌门 唐奥峰 天府圣主的眉头莫地皱起 他感到十分烦心 之前 他偏谈圣子奥无常 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难不成被这地疾风的老家伙一闹 还要为他主持公道 叫原本就是被他们刺杀未遂的谷月抵命不成 为等天府圣主开口 秦风已是淡淡冷笑道 那请地疾风掌门先解释一下 天赐蒙的青龙使敖天为何会与地疾风首席大弟子唐猎一同出现在正殿之内 请问地疾风首席大弟子勾结天赐蒙谋害圣帝长老 此事作为地疾风掌门 你知事不知 秦风如连珠炮一般环环相扣 步步紧迫道 若你知道 同谋暗杀圣帝长老该当何罪 若你不知 麾下首席大弟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你有失察之罪 又该挨何刑罚 之前分明还是唐奥风要向圣主跟古月讨一个说法 画风静视末地一转 直接变成了古月声讨唐奥风指使唐猎暗算自己 这话说得虽快 却是全无半点错漏 如打实一般 句句都在七寸上 唐奥风一时语色 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天府圣主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唐奥风 你这些年遂一心闭关修炼无上大道 唐猎所做的一些勾当 想来你也不知道 此事与你无关 退下吧 话都说到这里了 圣主等于是已经帮唐奥风扑罪了 唐猎所做的事情与唐奥风无关 他一概不知情就不要灿河这浑水了 换言之 圣主的意思就是唐猎白死了 你就不要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听到圣主的话 唐奥风顿时面色赤红 如醉酒一般 圣主不愿为唐猎做苦主 也就是说 唐猎不仅白死了 唐奥风还欠了圣主一个人情 还有比这更憋屈的事情吗 一枪怒火 终是化为铺地一大口单红鲜血 直接喷进而出 唐奥风一口鲜血喷出 竟是叠叠撞撞 连推了十几步 右手握拳 狠狠捶打胸口 几乎气血 仰天咆哮 苍天 苍天其我 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弟子 做自己的接班人 何其不易 唐猎如今实力在天府圣地 还算上成 臣服颇深 也功于心计 真是继承地级风掌门之位的不二人血 不曾想到 从古月到天府圣地 不过短短十几日时间 唐猎竟然遭遇天降横祸 直接惨死 等于是唐奥风少则百年 多则数百年的努力 尽束缚之东流 如何能不叫他垂胸顿足 气到吐血 只是他这等悲情的表演 却并没有博得天府圣主 哪怕半点的怜悯 他朝着下方众人徐徐说道 家丑不可外扬 今日之事 若本圣主听闻有其他人知道 另要彻查到底 戒律处置 各自散去吧 言罢 天府圣主卷起下方的奥无常 化为一大一小 两道天宏 远离正殿飞入圣地深处 只留下满地狼藉的尸体 与残坡不堪的宗门正殿 天府圣主方走 立即疯掌门唐奥峰已是敖地一声 直接朝着秦峰扑了过来 臭小子 我要你为烈儿偿命 也不知他是急火攻心 失了不少实力 还是刚才一口血喷出受了内伤 刚才还不可一失的唐奥峰 直接被一道人影狠狠急飞出去 重重摔在了地上 但见挡在秦峰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守卓风掌门 李守卓 他奶奶的 欺负小贝尔上瘾了是不是 李守卓此时已将长剑还给了姚夕 手里依旧是拄着那根青竹拐杖 骂骂咧咧道 来啊 跟老夫比话比话 老夫不打得拧满地爪牙 脸上开花 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听得李守卓的话 唐奥峰的一张脸都气得几乎要变形了 好 好你一个李守卓 李徒弟杀了我徒弟 这是 我们地疾风跟你们守卓风 没完 哪里知道李守卓了呵呵地笑道 说得好像我家老三没杀了你那徒弟 我们就有完事的 这么多年 你们地疾风 打死 打伤的守卓风弟子还少吗 这么多年 你们地疾风仗势欺人 从我们守卓风抢去的东西还少吗 李守卓语气森冷道 天道好轮回 该你们还仗了 唐奥峰辞时期的浑身发抖 指着秦峰 李守卓等一干人等 哆哆嗦嗦道 你们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秦峰一冷笑道 随时恭候 就怕您不来 他说完 转过身来 却莫地与一人目光相接 不是别人 正是天府圣女姚夕 再看她如今秀眉为平 母嘴看向秦峰的模样 似笑非笑 就好像是在跟恋人讨赞上的小姑娘似的 若不是秦峰骗力人间角色 怕是这一平一笑 就要沦陷其中不可自拔了 他秦道 我带你师父来救你 怎不见你谢我伴各自 第2029章赤峰长老的特权 姚夕今日穿了一身银色皮质长裤 倒是没有穿平日穿的裙子 显得两条腿更加出挑 再看她配剑在手 显然也是准备来拼杀一场救下秦峰的 但她终是笑了笑 拱手说了一句 姚夕圣女 今日多谢了 听得秦峰就是平平淡淡说了一句多谢了 姚夕的脸上失望之色愈发凝重 我冒着被逐出圣地的风险 喊你师父来救你 你就给我一句多谢了 的确 姚夕这一次是因为秦峰手里有明确的证据 证明是要无常蓄意谋杀自己 姚夕才避免了被圣主责罚和朱连 否则的话 光是带没有资格擅自到圣地的离守着道正殿 算起来都是不小的罪责 秦峰见姚夕不高兴 便打去道 那又该如何 总不能以身相许吧 姚夕秀没一条 似正要跟她开上个什么玩笑 哪里知道秦峰又说道 我听闻啊 这个以身相许是有说法的啊 相传有壮士救了美人之后 美人儿若是看壮士长得还算周正 模样也欢喜 便会说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秦峰又说道 若是这壮士五大三粗 模样实在对不起观众 那美人儿便会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来世做牛做马报答您了 听得秦峰的话 姚夕也是扑痴一声笑了起来 在吴刚才的不悦 一语双关道 美人儿 那你看我模样可是周正 秦峰笑道 周正是周正 就是高攀不起 话音落下 众人也是哈哈大笑 都没有当摇西市在跟秦峰打秦骂俏 只当是圣女殿下与这位新近的赤峰长老 都去说着玩了 却说尘埃已定 众人各自散去 丑着风里自是喜气洋洋 两件大喜事都凑到一块了 送钱和送人 简直都要高兴坏了 第一件事就是 自己家风风傻傻的师父 居然真他奶奶的是个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的大高手 第二件事就是 自己家的三师弟拜进地吉峰 天吉峰各路强者翘楚 连地吉峰首席大弟子都占了 不但没有将责 反而还成了赤峰长老 还有比这更叫人神清气爽 扬眉吐气的妈 以后地吉峰那些个兔崽子们 看到守卓风的仙田 还不得绕开一丈远才赶过去 离守卓的竹屋之内 自使欢声笑语 宋人特地去抓了山竹鸡过来 一下子抓了四只 烤得香喷喷地一人一只 大块朵頤 这东西可是守卓风的特产 吃竹笋 喝山泉水长大 虽是土物 但味道鲜美的比鲜物还好吃 不过呢 这山竹鸡也是鸡贼的要命 东躲西藏 极难找到 平日里桌上一只都能把修饰累得半死 用宋前的话讲 平日里宋人一个月能桌上一只 已是不容易 一月里桌上两只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一下居然桌了四只 赤徒四人围坐在一张竹桌上 边啃着嘎嘣脆的山竹鸡 边谈笑风声 宋人和宋前在船看了 秦峰手里那梅长老赤领之后 皆是爱不是手 眼馋得要命 宋前忍不住对秦峰问道 小师弟 这做了赤峰长老 有什么特权吗 除了可以多拿几个俸禄 跟长老拿的俸禄一个样吗 除了这个还有吗 宋人也不禁好奇道 咱们手镯封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出长老了 更别提赤峰长老了 待咱开开眼界呗 秦峰见两人的眼馋模样 也不藏私 说道 按照圣主的说法 凭借此赤令 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境地以外的任何区域 其他人不得过问 听到秦峰的话 宋人和宋前皆是笑道 那感情好啊 听说圣地里有很多修炼的秘境 在其中修炼的效果比在外面好上十倍 甚至百倍都不止 天己风的人为什么实力超群 据说就是从小在这些秘境里修炼 所以才会比我们强上这么多 听得宋人羡慕嫉妒恨的表情 秦峰笑道 这有何难 你们打听一下 那几储秘境当中最好的一储在哪 你们带上个一年半载的干粮 你们跟天己风那帮人一样 你们也直接住在里面 两人只当是秦峰逗他们玩 信信道 你是长老 当然可以 我们怎么能行 怕是还没进去就被人给赶出来了 秦峰夹起一块鸡肉 一边拌着饭 一边笑道 你们拿着吃令去就是了 两人又是一惊 这是圣主给小师弟你的赤令 我们怎可拿走 我要这赤令作甚 难不成我还真去意识吗 报无常恨我入骨 指不定又给我使半子 就给你们两人就是了 隔三差五进去修炼上一阵子 反正他人也不准过问 难不成一些个看守境地的弟子 还敢跟赤峰长老作对不成 听得秦峰的话 宋人和宋钱都是眼睛发光 连连说道 好 那实在是太好了 天就在这时 李守卓依依不舍地放下手里啃了一大半的鸡大腿 与其深沉道 老三 你不会觉得唐奥峰这样就会善罢甘休了吧 可以说 李守卓要讲的话 就是秦峰自己接下来最大的担忧 据安思维 何况现在还没有安呢 之前 他知道帝吉峰的精良 也知道他们最多去找奥无常联手来对付自己 所以秦峰在正殿里遇到之前还在天门境地里吵得不可开交的唐猎和奥无常联手 并不感到奇怪 但现在的问题是 帝吉峰自己的牌已经打完了 接下来 连秦峰都不知道帝吉峰掌门唐奥峰如果要对秦峰动手 究竟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 秦峰抄起一根鸡翅旁 搁在嘴里咬着 语气云淡风轻地说道 唐奥峰吃了这么大的亏 若是咽下去了 我倒是佩服他是一条好汉 但还是要提防一下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李守卓四还是舍不得 又用油腻的手抓起鸡大腿说道 老三 圣地三脉传承都有护山大阵 唯独我们守卓风没有的事情 你知道 第2030章高柱强 广积凉 秦峰摇头 并不知晓 这其中有什么隐秘 李守卓笑道 也没什么隐秘 无非是一次大战时回去了 守卓风毕竟不如天吉峰和地吉峰财大气粗 一直没有材料修缮而已 秦峰沉声问道 是没有钱吗 还是李守卓确实苦笑道 能够制造城防大阵的最好材料 换作仙金石 其他两脉的护山大阵 都是用这种材料铸造的 只是这材料 木下都控制在圣地的手里 圣地自己的存量亦不多 恐怕捧着钱也弄不出来 秦峰沉吟道 现在的圣地控制 那么以前圣地的宝库里有没有 李守卓想了想说道 这大阵的铸造方法 还是以前圣地在天门禁地时研究出来的 其他两脉也是从天门禁地里带出来一些残卷得到的铸造大阵技术 若是天门禁地里 应该是有这种仙金石的 只是天门禁地里危机四伏 你能够平安归来一次 未必就能够平安归来第二次 以我师之见 还是 哪里知道秦峰笑了笑 从须弥戒指里翻了翻 取出一大块散发着淡淡清光的石头 递给李守卓问道 仙金石是这个东西吗 李守卓唯唯一愣 点了点头 想不到你在天门禁地里的运气这么好 连这仙金石都摸到了 真是逆天的好运气 的确是此物 但想要构筑户山大阵 至少也得几万 甚至十万枚 几十万枚的大阵都有 比如说天极峰的大阵 就是九万九千块仙金石构筑而成 防护强大到足以阻挡上界天仙权力一级 而且这样的碎石还没有太大的用处 仙金石的完整性越强 对于大阵的用处就越大 比如地极峰的护山大阵 虽然用的仙金石没有天极峰多 但盛在当初建立大阵时地极峰掌门就留了一些私心 专门准备的较为完整的仙金石 所以即便地极峰只有六万六千块仙金石 也可以阻挡上界天仙一级 李守卓有些失落地说道 只可惜这些仙金石对于铸造护山大阵 实在是杯水车薪 只能拿来做成配饰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率罢了 秦峰听了李守卓的话 反而笑了起来 也就是说 其实并不需要多少仙金石 只要品质足够好就可以了 是不是 听到秦峰的话 李守卓皱了皱眉头 损着击骨头说道 数量还是要有的 毕竟要铸造一座大阵 就算有个几十块比较完好的仙金石也没有什么用的 正说话之间 秦峰递了一个虚拟戒指给李守卓 吃尊不妨看看这个够不够 李守卓见秦峰如此有信心 也是好奇地接了过来 只看了一眼 搁在竹床上的右脚小腿不由自主意抽搐 要不是旁边的宋人和宋钱眼疾手快 扶住了他 这堂堂的手镯疯掌门就要从竹床上直接翻下床去了 宋人和宋钱都是一愣 不禁拿起秦峰递出来的虚拟戒指去看 只一看 两人脸上的表情都抽出了起来 一座宫殿大小的仙金石 宋人喃喃自语如同痴呆 还不止一块 大的有一百块 比这小一号的友上千块 我 我没看错吧 宋钱更是用力揉了揉眼睛 又揪了揪自己的脸 就好像怕是出现了幻觉似的 李守卓更是拍着竹床的床颜叫了起来 奶奶个腿的 老夫以前进天门禁地 怎么就没有你小子这么好的运气 看到这么多的仙金石 老夫感觉自己这些年都进了一个假的天门禁地啊 没等秦峰解释 他已是揪住面前的秦峰追问道 你拿李弄来这么多的仙金石 李守卓忍不住骂骂咧咧道 你是把天门禁地的祖师坟给爆了吗 还是说你把藏宝库彻底给搬空了 秦峰笑了笑说道 爆坟这种事情太缺德了一些 第二个假设倒是真的 我的确把天门禁地里的天府固地藏宝库搬空了 李守卓骂骂咧咧道 仙金石够了 这回奶奶的真是够了 别人家都是灵精作底 镶嵌仙金石 咱们这回牛逼了 直接拿仙金石住户山大镇都够了 宋钱和宋人看了秦峰一眼 为难说道 小师弟 但我们也不会住户山大镇啊 秦峰扯下一只舍不得吃的鸡腿 撕下一块肉 笑道 这个无法 我自然会有帮手过来 听到秦峰的话 宋人和宋钱越发看着自己这个小师弟深不可测起来 难不成小师弟在外面还认识精通正文的高手不成 或者说 还有小师弟不认识的什么类型的高手吗 秦峰回了自己竹屋之内 取出天地集书就进了散仙界 一番挑选之后 因为新世界的天地气韵有限 父亲秦氏自然就是第一批飞升的最佳人选 秦峰又从散仙界各个宗门里挑选出精通正文与各类大镇的人才摆明 额外消耗天地灵气将他们带上了帝仙界 秦峰本来只是想带一些正文方面的人才 奈何诸葛小亮死活要跟着看看帝仙界是什么名堂 秦峰也知道这小子跟了自己算久的了 也不好不吃他的面子 只好一起带到了帝仙界里来 只不过这些人都要悉数听秦氏的调遣 诸葛小亮也不能例外 所以当第二天 宋前和宋人早上出来摘菜做饭的时候 只见手啄风的山顶上人声鼎沸 热火朝天 这两人耐不住好奇 去了山顶上一看 灯石惊得呆住了 只见上百名修士围着一块最大的仙晶石 正在上面刻凿着什么 一头浑身灰色跟白色相见毛皮的大狗 像人一样立在仙晶石最上头 只手画脚地喊着这边过去一点 那边过来一点 不要刻歪了 坏了你们赔不起之类的话 俨然就是个监工啊 正当他们不明所以的时候 只见旁边的树林子里 一道人影躺在藤椅上小气 盖了个毯子在头上 旁边还有一只灰不溜秋的大鸽子 在给他捧着个烤火炉子暖手 两人正诧异这人是谁 那人影先掉脸上遮着的毯子 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这一下宋人和宋前更傻了 小师弟 第2031章听说羽绒饱暖效果好 秦峰一眼看到宋人和宋前 芒从藤椅上站了起来 山中天气早上严寒 他虽不怕冷 却是被毛毯粘在鼻子上 忍不住又打了几个喷嚏 看到秦峰站起身来 宋人凑上去 小生弟问道 小师弟 这是个怎么一回事 秦峰看向忙得热火朝天的摆明证文师 不禁笑了起来 两位师兄不必担心 这些都是我请来的帮手 宋人听的这话 不禁看了看那仙京时尚雕刻的证文 看到这些还没有成型的证文 居然都流光溢彩 不禁嘖嘖称奇 这些个证文都是出自哪位证法大师之手啊 真是玄奥无比啊 哪里知道秦峰抬起手来 只了只站在仙京时尚 15赫6的阿尔哈说道 他设计的 宋人和宋钱不禁省笑道 小师弟 你又开玩笑了 这不就是一条狗吗 哪里知道 就在这时 一旁捧着暖手炉的灰鸽子 坏笑着朝仙京时尚的阿尔哈大叫道 喂 土狗 这边有两个二傻子 不相信是你画了大阵的图纸 这嗓音刚落下 宋人和宋钱已是惊住了 之前遇到那监工一样 趴在仙京时尚的大狗 已经够叫人觉得奇怪的了 怎么这鸽子也会说人话 小灰顿时就要发作起来 你说谁是鸽子 瞎说八道 这一下宋人和宋钱更加是萌了 这看起来像大狗的感情不是一条狗 这眼前看着像灰鸽子的也不是个鸽子 这又是些个什么玩意儿 未等小灰得一几秒 秦峰已是匹手一个巴掌 拍在了这胖鸽子的脑门上 瞎说八道什么大实话 秦峰给小灰使了一个眼色 冷笑道 你不是鸽子 你是什么 既微所至啊 小灰此时那叫一个白口莫辩 只得哑巴吃黄莲 连尾巴上的羽毛都搭拉下来了 秦峰便将之前的事情都一笔接过 跟宋钱和宋人商量在手 啄风造护山大阵的事情来了 其中最重要一条要义 自是要他们保密 宋人和宋钱都是点头应允 但宋人还是没忍住 低声问了秦峰一句 小师弟 你在外面路子广 朋友多 找点人来帮忙也不奇怪 这条狗和这只鸽子 这两个活宝 你上哪找来的 秦峰笑了笑说道 见来的啊 这个还真没骗你们 我什么时候骗过两位师兄 两人只当是秦峰藏私 也不好多问 又绕着仙金石转了一圈 宋钱毕竟比宋人机灵 又一一不舍地摸着 看了仙金石一阵 方才从山顶下去了 轰走了宋人和宋钱 小灰不禁贴了撇嘴说道 我说尊主大人 您这实力越来越强 调小弟的眼光怎么越来越差了 秦峰皱眉 小灰将本来要给秦峰 烤火的暖手炉子 往自己两个翅膀上一家 好征一侠地边烤火边 悠哉悠哉地说道 好歹也选个未来的先王 至尊啊 什么的当小弟啊 这两个人一个是下品仙体 一个是中品仙体 以后能上帝先大圆满 都是祖宗保佑了 有啥投资价值啊 正当这灰鸽子以为 自己嘴里蹦出了 投资价值这等高级词汇 秦峰至少会夸夸自己的时候 啪 一个巴掌直接落在了 他的大脑袋上 别看小灰同皮铁骨的 也经不住秦峰一巴掌 当时就抱住大脑袋叫了起来 你打我干嘛 秦峰笑道 你这唯利是图的呆鸟 谁告诉你交朋友 是收小弟的 又是谁告诉你 交朋友一定要有价值的 没等小灰反应过来 秦峰已是说道 他人真心待我 我一真心对人 大家就是朋友 朋友若是能够给予帮助 便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即便朋友一无是处 但只要一起相投 彼此待在一块舒服 那也可以是朋友 若你这样盘算着利益关系 跟人交朋友 殊不知你在算计别人 可能别人也在算计着你呢 谁愿意与你做个真心朋友 小灰捂着脑袋 都弄道 那我是不是 我以后都不练丹了 也不交租了 我们还是朋友 秦峰不禁冷笑了起来 当然不是 小灰立刻就像是抓住了秦峰的把柄似的 坏笑了起来 尊主大人 说一套做一套 要求别人跟要求自己不一样的人 您说过一个词 叫什么来着 您自己说的 好像叫什么 双镖狗 秦峰也不跟着小灰之气 胆了胆身上摊子落下来的绒毛 笑道因为你跟我本来就不是朋友关系啊 你是我的 魔宠啊 面对小灰那一副哑然愣住 一溜鼻涕还从鼻子里滑下来的滑稽表情 秦峰淡淡笑着说道 这毛毯毕竟不是很舒服 天气冷了 听说羽绒被子要比毛毯子舒服很多 他瞥了小灰一眼 我说小灰啊 你觉得呢 小灰文言 赶紧合拢翅膀 像看怪物似的盯着秦峰 那神态活像是小媳妇在对怪叔叔说 别打我主意 你这个坏人 听到这话 蹲在仙京石上的大狗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尊主大人 多把一点这贼鸟的毛啊 里做一床羽绒毯子 再给本尊做一件羽绒被子 这晚上山里太他妈冷了 本尊要是冻得感冒了 这户山大镇的宫崎 怕是无论如何都玩不成了 看到大狗那落井下时 幸灾乐祸的模样 小灰抬起头来 狠狠催了大狗一口 你身上这么多的毛 你还冷啊 你当本大爷傻啊 大狗不以为然笑了起来 尊主大人也说了 毛毯哪里有羽绒保暖舒服 他便邀功勤赏识地对秦峰道 尊主大人 供其完成一半 先奖励个羽绒背心呗 哪里知道秦峰笑道 哈士奇 这羽绒背心 你穿着跟你的风格不搭 给你一套羽绒大衣得了 大衣穿起来多气派 大狗一听顿时就了了 咧着嘴笑道 谢谢尊主大人 谢谢尊主大人 嘿嘿嘿 还是您贴心 体贴咱 想着咱 这语气横竖不是秦峰 自己出血或是出毛 送起人情来 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只有旁边的小灰 一脸忧怨地冷冷说道 你们有问问本大爷的感受吗 那小眼神叫一个苦啊 作为原材料供应方 本大爷就不能有点发言权吗 第2032章生死个安 有缘再见 秦峰正与两头魔宠牢客胡闹 呼地衣袖之中的八卦精令抖动起来 这枚精令是秦峰与林峰城的伙伴联络的唯一管道 而且徐宇烟等人除非是特殊情况 不然应该不会直接用八卦精令来跟秦峰联系 毕竟他们都知道仪式前往天府圣地寻找新魂和补魂之法 每次使用都有可能让秦峰的身份曝露 轻则引来无数麻烦 严重甚至会遭到击杀而送命 也就是说 林峰城里一定是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如今在守卓峰的峰顶秘密修建户山大阵的都是秦峰从天地集书里带出来的人 导也不必担心泄密 他们拿出八卦精令看了一眼 却发现来信的人还不是在林峰城的扁宿新和徐宇烟 而是封七月 那一封通过八卦精令传来的信件 内容简单 信息量确实极大 大帝击败青龙使敖天之事 盟主已知悉 盟主震惊 以令全盟不惜一切搜集关于大帝之情报 盟主依照我回总谈答话 我已躲之一处秘境 借口插物繁忙 暂时拖住 但肯定拖不住太久 盟主实力非同小可 即便是大帝 九节以下也不可能阻挡 不可应战 最后一句却是没来由地叫秦峰心酸起来 我会尽量拖延时间 保守秘密 通篇文字都十分克制 毕恭毕敬地称呼秦峰为大帝 此事到了最后 那青铜凤文面具之下的朱雀史凤七终于难以抑制自己的真实情绪 终于忍不住写下了秦峰 一别之后 生死各安 有缘相见 在话中长 秦峰看到这一段话 便知风七月是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了 青龙使敖天知道秦峰是通过朱雀史凤七的推荐进入了天府圣地 他必然会告诉天赐盟主 天赐盟主为了弄清楚秦峰的来历 必然要找封七月追问 只要稍稍一查 就会发现封七月之前曾经为一个小小的凌峰城发出过天赐令进行调停 再稍加联想 就可以将古月和如彗星闪耀整个地仙界的凌峰城主秦峰两个人联系起来 吃去了天赐盟的保护 凌峰城可谓围如雷卵 凤七月四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系列可怕的后果 直接夺到了一处秘境之内 能拖延多少时间 就拖延多少时间 而且从字里行间来看 他说生死个安 就是做好了牺牲自己 帮秦峰争取时间的打算 否则他也不可能着重提醒秦峰 在第先九节之前不要跟天赐盟的盟主硬刚 他知道秦峰因为天赐极强 修炼速度很快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争取时间就是更多的胜算 否则即便秦峰不找天赐盟主 天赐盟主也有可能直接对秦峰发动狙杀 秦峰钉着手里的八卦精令出神 莫名之中感觉到了心有一点点痛的感觉 上一次 有这样的感觉 是什么时候呢 是回到中土世界时 看到母亲离世的墓碑 还是更早一些 铁木星为了救下秦峰而心甘情愿燃烧自己赴死 亦或是更早的时候 西北军时候 许宇燕为救秦峰而死的时候 他闭上眼睛 似是不想要有眼泪掉下来 秦峰的声音低声道 不就是第先九节吗 对我来讲 又有何难 他抬起头来 看向天空 似是在对远处不可知的谋处说道 天赐盟主 你若敢动风七月一根汗毛 我定叫你灰飞烟灭 连轮回都入不了 此时感受到了秦峰陡然迸发的杀意 小灰和二哈都是一愣 小灰刚吃了憋 不敢多问 二哈正凑上来要问 秦峰已是站起身来 面色冷冷说道 将此地用正文封锁卫装起来 你们盯住一点 我去修炼了 二哈见秦峰似有所动物 也不敢多问话 带到秦峰下山去了 才伸出爪子挠了挠头道 等把尊主大人给弃成这样的事情 还真是不多见啊 小灰也把鸽子脑袋凑了过来 低声嘀咕道 是啊 上次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知道秦峰宇被害死的那一次 二哈像人一样用两条后腿立了起来 两条前爪搭在一起嘀咕道 应该就是那一次没错了 看来 尊主大人是要搞事情啊 这头本体是混沌凶兽 天生喜恶厌善的怪物不惊惜了 嘻哈拉死 搓了搓爪心道 本尊为什么突然觉得好期待啊 好期待尊主大人吃鸭啊 要不要去给那个叫什么 天赐盟主的家伙通个疯 报个信呢 脚灰白了这口无遮拦的大狗一眼 网腾已上一躺 横横击击地嘟咙了一句 冬天了 天气冷 狗肉驱寒 你可小心点啊 别说本大爷没提醒你 却说秦峰从山顶上下来 就看到宋人在等着自己了 师父叫小师弟去呢 秦峰知道宋人是避嫌 故意没有上顶峰去找自己 李守卓要找他 必然不会再是喂饭 垂背这样的事情 现在李守卓实力展现 在圣地正殿一键破正殿防护屏障 狂被地急疯掌门唐奥峰 已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了 由此看来 之前他装疯爱傻 也不过是为了保护守卓峰不被针对 暗暗选择像秦峰这样合适的传人而已 因为他若不是识峰识傻 只不定会有无数寄于青竹剑和一夜展 青天剑记的人入守卓峰 宝物和剑记必然守不住 甚至因为怀弊其罪 还会给守卓峰带来灭顶之灾 倒不如他这些年 疯疯傻傻 大部分人也都把青竹剑和一夜展 青天剑记当作是守卓峰自己吹嘘的传说 往脸上贴金用的 唯一几个知道内情的老家伙 也不好拉下脸皮来争抢 但如今秦峰锋芒毕露 已完全盖过地疾峰和天疾峰的年轻翘楚 李守卓也就没必要藏拙了 喊秦峰去 必然是有要紧的事情 到了李守卓的竹屋之内 秦峰一眼就看到了姚西姚一身姿 正坐在竹椅上 削着一条腿 风姿绰约 另一边 则是一身紫巾长袍的落参商 两人一见秦峰来了 皆是笑了起来 刚说你 你就来了 李守卓也招呼秦峰坐了下来说道 老三 目下这件事情 有些风险 你可去 也可不去 你要听听吗 第2033章送我个指南针 秦峰见到姚西 落参商和李守卓都不像是开玩笑的模样 便坐了下来 淡淡笑道 听听又不会死 当然要听 姚西抬起翘眼 白了秦峰一眼 竟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这次行动真的会有危险 你要真出什么事怎么办 秦峰也不介意 笑道 那不是正如你所愿 反正我看你也经常对我不顺眼 有事没事 我说句话 做个表情都要对我 姚西一愣 玄机气地撅起嘴来 他当真是没有见过比这古月更叫人讨厌的家伙了 落参商在一旁笑道 古兄莫要说这等不吉利的话 落某这次前来是因为探明到了义处可能会诞生有无垢肢体的洞府福地 只是那义处洞府福地尚未被各圣地彻底探索 不知里面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一些不测的风险 落参商的话还没说完 李守卓已是直接开口道 小落 你讲话叙叙叨叨说不清楚 还是老夫来直接跟老三说吧 李守卓看向秦峰正色道 老三有人在意处动天伏地目击到有人行灵体出没 浑身晶莹剔透如玉石 应该是天地蕴生的无垢肢体 而且还不止一个 关键还是在容易被捕获的云荒山的周边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啊 秦峰听到这里 不禁笑了起来 那不是很好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都在找无垢肢体吗 如果能够找到无垢肢体 不就可以救回天臣子前辈了吗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有什么好考虑的 当然要去的啊 但他看到李守卓等人皆是面有忧虑之色 秦峰又问道 这其中有隐情不成 李守卓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那一处洞府伏地叫云荒山 自千年前第一次被发现开始 便不时地有人前往探索 在周边也有不少人得到了天仙气这样的宝物 只不过这都是我们各圣地中流传的内部机密 并不为外界散修所知 李守卓说的也是事实 散修往往为历史图 一旦知道有什么秘境 就会像蝗虫一样扑过来 能够寻到宝物的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都要把命丢在里面 可能还要挤大圣地的搜索开发带来不小的麻烦 保密已经被发现的洞天伏地的位置 也就成为各大圣地的自发行为了 仅仅是周边就能捡到天仙气 那伏地洞天的深处 那还得了 秦峰也是唯唯一愣 只听得李守卓继续说道 很多人也是像你这样想的 但这就是云荒山的诡异之处 周边和稍微靠近一些 都没有问题 但云荒山的最深处 无论进去多强大的强者 都有去无回 甚至有一些圣地的圣主进去 都是这样生死不明 最关键的是 人可能都还没有死 因为代表他们性命的本命魂牌都没有碎 洛参商接着说道 人没有死 但就是没有人从云荒山里出来 这才是最诡异的地方 姚希也补充说道 我听圣地里有曾经进入过云荒山周边的前辈说过 很多人进云荒山并不是刻意想去最深处的 但往往不知不觉就走深了 然后就出不来了 当时那位前辈是执意要退回来的 才捡回了一条命 至于执意相信自己没有走错路的两名前辈 则就此失联 生死不知了 听的这些话 秦峰眉头为皱 越听越玄乎 简直让秦峰怀疑这云荒山里有鬼了 但仅仅凭借鬼道 也不过是稍稍厉害一点的修炼者而已 哪里能地对付得了圣地的圣主这般级别的强者 他想了想 开口道 莫不是这云荒山里有厉害的妖物 离手啄啄啄自己的胡须 陈生说道 这是说法之一 还有人说 云荒山可能是连接上界仙境的入口 也就是所谓的仙境残片 等于他们是进入到了一个天仙界的碎片世界里 能够进入天仙界 寻常地仙字是勒布斯鼠 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否则的话 不可能解释他们活着却没有走出云荒山的情况 秦峰却开口问道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被山里的什么阵法给困住了 离手啄摇头道 能够困住圣主级别的强者千年之久 这地仙界里哪有这么强的阵法 他看向秦峰问道 无垢肢体极其难得 云荒山中也有极多的奇珍 按照现在的目击 无垢肢体应该只是在云荒山的周边 危险还是有的 你要去是仪式吗 秦峰心内审孝 去了肯定出不来的地方 谁会去啊 李守卓看到秦峰跃跃欲试 似身抹不开洛参商和姚希的面子 想要借秦峰的口来拒绝他们 只得有多此一举地说道 有人在云荒山附近 目击有剑气纵横千里来去 我倒是觉得那可能会有什么更大的秘密也 正在这时 洛参商却是迫不及待 必打断李守卓说道 师尊最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没等秦峰追问 洛参商已是说道 我之前每日都可以隔着七宝琉璃灯 与师尊对话上几句 如今师尊的声音似是越来越虚弱了 七宝琉璃灯的光芒也十明十灭 我担心若不尽快找到无垢之体 师尊他的元神有可能 听到洛参商的话 李守卓已是沉生分析道 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难道是被纳斯发现了 用了什么法子在压制天臣子师兄的元神 李守卓说的纳斯 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天府圣地的圣主 也是傲无常的师父 秦峰更加担心的却是天臣子 那位神秘莫测的上界昭明剑狱的仇家 洛参商点了点头说道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所以找到无垢之体的事情 就更加脱不得了 他看向秦峰 诚恳道 古兄弟 这件事情还请您务必帮帮我们师徒 只要能找到无垢之体 任何代价 我们都愿意付出 只要师尊能够活过来 纵使以后将天府圣地拱手让给古兄弟 都不成问题 秦峰听洛参商的话 行真一切 也是淡淡笑道 我并不济于天府圣地的圣主之位 毕竟我手里有天府十二侧 若我不还给天府圣地 圣地又能奈我何 但不得不说 他也不是愣头青 感觉自己去哪里都不会死 他与吞天一族在时空通路恶战 导致被困虚空百年的滋味 他知道 那是为了保护秦兰等人 迫不得已 退无可退而为之 若是再在这云荒山中再被困在几百年 一千年 风夕月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留在临风城的清静 旧部也肯定很惨 甚至守着风可能都不存在了 他不是不能 是不敢 但若吴天臣子在天门禁地里帮秦峰挡下 昭明剑玉天仙的剑气自曝 秦峰说不定已经重伤 甚至陨落在天门禁地之中 滴水之恩永泉相报也是他的应有之意 其实更打动秦峰的是云荒山中有纵横千里的剑气 会不会是昭明剑玉在地仙界的据点 东躲西藏从来都不是秦峰的风格 若是找到机会主动出击也未尝不可 最关键的是 清朝之下无完卵 他不可能变成铜鸟把脑袋塞进沙子里去 昭明剑玉的大能已与他结仇 对方不会放过天臣子和秦峰 那就应该积极了解对手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待 就在这时 姚西见秦峰沉思不说话 还以为他是胆怯了 忽帝说道 看你胆子这么小 你若要入云荒山 我送你一件保命的东西便是了 说着他抬起手来 从衣袖里取出一只装饰精美的檀木小侠 立给秦峰 那匣子不大 也就佳人的掌心里大小 秦峰本来还以为堂堂天府圣地的圣女姚西 要给自己一件不得了的护身仙宝 他还在琢磨着 若是天仙气的话 级别太高 最高拒绝不要 毕竟拿人家的手短 是人家的嘴软啊 可是才打开匣子看了一眼 秦峰直接就笑了起来 苦笑 而且嘴角都笑抽了的那种苦笑 这就是你给我的宝物 姚西见秦峰居然不屑自己送的礼物 笑脸一摆 冷冷说道 怎么 你看不上 那一位前辈可是凭借了这件东西 好不容易出了云荒山 保住了性命 虽然外面的人不知道 各圣地却都知道 他其实算唯一进了云荒山深处 还能全身而退的人 姚西愤愤不平道 要不是那位前辈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过没有过云荒山周边的界限 又走进了云荒山里很久 他绝对就是进了云荒山深处 还能活着回来的第一人 秦峰听的这话 也不怕姚西 干脆对道 这很了不起 姚西腮帮子都气得鼓起来了 你知道不知道 外面其他圣地的人 恨不得用天仙气换这个东西 甚至几件天仙气换一个 秦峰摊开手心 按了按小匣子上的机关 对着姚西苦笑道 你卖就是了 不就是个古代版的指南针吗 第2034章天气冷 吃火锅啊 指南针 只见小匣子里安放着一根磁石针 下方刻着代表各个方位的图案和名字 活脱脱就是一个萎缩般的古代版指南针啊 这不就是指南针吗 除了没有你那位前辈的逆天运气开光之外 其他的我都能给你做得一模一样 说到这里 秦峰呼帝想起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你们修仙的人 难道也会迷路吗 出门还要带个指南针 防止走错路 李守卓在一旁干咳了一声说道 这就是老三你错怪姚西丫头了 入了云荒山 所有先例感知全部混乱 还真不如你手里这一个匣子来得有用 很多人就是太过迷信自己先例的感知 结果一步一步进了云荒山的深处 把自己都给带进沟里去了 若参商则在一旁关切道 古兄弟 你宝物也拿了 应该就是能晋云荒山的吧 说得条件吧 只要洛某能做得到 一定照办 李四是觉得诚意不够 又补充道 即便现在做不到 以后能做到 也一样做书的 秦峰见洛参商说得如此煞有介事 也是不禁笑了起来 洛兄 不必如此客气 天臣子前辈在天门禁地之内 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是知恩图报之人 这等侠恩求报之事 我自是做不来的 洛参商激动道 古兄弟 这么说起来 你是答应入云荒山找无垢之体了 秦峰只得问道 无垢之体现身 这样大的奇遇 圣帝不可能无动于衷吧 圣帝方面会派出探险队吗 听到秦峰的话 洛参商和瑶西都是对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圣帝准备派出探险队 所以我们也很犹豫 是跟着圣帝的探险队一起行动 还是私下单独行动 秦峰问道 各自的利弊如何 还请洛城主示着为我分析一二 洛参商点了点头说道 若是跟着探险队行动 等于一举一动都在圣帝高层的监视之下 得到无垢之体 恐怕消息也藏不住 但好处在于 除非他们做好了整个探险队 都跟你陪葬的准备 不然也不可能对你下黑手 秦峰沉吟道 如此一说 我反倒是觉得还是不告知他们的好 免得他们觉得 损失百八十个弟子 换我一条命很划算 被秦峰这样一说 洛参商和瑶西皆是笑了起来 不告诉便不告诉吧 瑶西又说道 但你若要独自前去 首先要找到云荒山的位置 其次要对付的是 各圣帝封锁云荒山周边的少尉 云荒山的位置 不能落在纸面上 这上面有个圣帝的契约 擅自写在纸上 立刻就会诛圣帝感知 遭到处罚十分严厉 而且也会曝露你的行踪 他想了想 坦口轻起说了一句真言 如达雅弥一般道 为水河畔家人老 牛豆香冲天下争 多得我一不可多说了 连洛参商和李守卓都觉得半懂不懂 秦峰想了想 已是笑了起来 有这两句够了 我自行前往云荒山 寻找无垢之体 李守卓听得秦峰的话 终于忍不住有些生气道 你以为你是天上的哲仙吗 但这老头似是刚才耿直了一下 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卖了洛参商和瑶西的人情来当睡客的 只好硬生生把花园回来 尴尬说道 云荒山这种地方 你 你当真不怕 秦峰笑道 富贵险中求 有什么好怕的 正交谈之间 竟不知不觉已到了饭点 送人和送钱这次送来的居然不是之前是装在藤河里的饭菜 而是抬了一口土造过来 为等秦峰反应过来 送钱已是揭开土造 露出里面一口大锅来 开锅的瞬间 热气腾腾 香气一出 竟是叫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送人则顾着往炉子里添柴 秦峰正诧异 送人已是抬起头来 嘿嘿解释道 山里寒冷 菜饭热好了 容易冷 师父嘱咐不要怠慢了两位贵客 但我们也不知道师父他老人家要跟两位贵客聊上多久 我们只好把这土造织起来 不停地加白水烧着 防止食材冷了 不好吃 秦峰一听 顿时就乐了 这不就是跟火锅一个原理吗 不过看那两个家伙一脸蒙逼的模样 秦峰用小拇指头想也知道 他们肯定是没听说过火锅这玩意儿的 秦峰揭开锅 看了看 只说了两句 竹林里的竹笋不少吧 山椒有没有 厨房可有存货 前几日吃的山竹鸡和炖汤的灵猪肉 切好的可还有吗 见秦峰索要这两样食材 两人虽不知为何 但还是急吼吼地把材料送来了 只见秦峰取了这几件食材 竟是看都不看 直接丢进了土造的大锅里 小师弟 或不 古长老 这不太好吧 宋人和宋前眼看着一锅好菜 被这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扔了进去 当时就愣住了 但秦峰现在不仅是他们的小师弟 还是圣地的赤峰长老 他们似是意识到不妥 一脸严肃地改口道 古长老 天府圣地向来尊卑分明 哪怕之前秦峰和自己关系再好 这时候身为长老 态度便不可在像是之前那样随意 否则便是以下犯上 惜失灭祖之罪 见宋人这福如灵大敌的样子 秦峰忍不住笑道 两师兄 不必如此 你我本是师兄弟 何必在意这么多繁文入节 我秦峰就算是当上这圣地之主 若是失去了师兄弟 又有什么意义 你们一定觉得我是在胡闹对吧 听得秦峰的话 两人皆是低头 不敢说话 秦峰笑道 无妨 今日看到大家用土造烧菜 一时寄养 想要给他们露一手自己的厨艺而已 秦峰若不说 可能别人还不会笑他 也不敢笑他 真是他这么一开口 就好像是普通修饰片 要耍那一见分阴阳的上界手段一样 最终多是装逼装成了傻子 你这也叫厨艺 姚希吃笑道 你怕不是对厨艺有什么误解吧 若是你这样直接把食材丢进锅里乱炖 都能叫秀医手厨艺的话 那全天下的人怕都是厨子了 秦峰确实不说话 只闷着锅盖子片刻之后 掀了开来 一时间 整个竹屋之内 遍地生香 与之前仅仅仅是热菜的香气不同 整个房间的香气阴阴的是各种食材混杂在一起的奇异香味 仅仅让人闻到 都觉得十分地舒爽 之前锅里的高汤在加入了这些新鲜食材之后 似起了奇妙的反应 更别提山间阴朗 满哄哄的热气混杂着香味扑鼻而来 更别提多享受了 这 这一锅汤是怎么回事 连作为老涛的李手镯都坐不住了 老三 你这汤里加什么了 秦峰此时将锅盖彻底掀开 只见原来的汤汁当中散落着竹笋 山椒和肉类 咕咚咕咚地还在滚着气 秦峰笑道 这道料理叫做火锅 只要土造下面的火不要停 源源不断地加水 就可以保持食物的口感和鲜味 大家请享用吧 此时此刻 秦峰说是要众人动筷子 却是无意人敢动筷子 落参商也是脸上笑容僵硬 这肉才丢下去 还生的呢 就这么吃生肉啊 口味这么重的吗 古兄弟真是太会开玩笑了 众人犹豫地看着桌子上的生肉 不知该从何下口时 哪里知道 秦峰抬起手来 一筷子直接夹起锅里的磷猪肉 他在自己碗里蘸了蘸酱汁 直接砸把嘴吃了起来 眼见着秦峰吃得那么香 终于忍不住也动筷子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宋前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后 大口吃了起来 接着惊讶到 竟然还有如此奇怪的料理方法 不过味道是真的很不错啊 高汤打底的火锅 别说在中土世界风靡 就是在口味愈发挑剔的后事 都是冬日膳食的上上之血 只是一口便将宋前的胃给掳获 被勾引出蝉虫的宋人也吃了起来 同样一吃便停不下来 哎呦 好东西啊 为师也要尝尝 李手镯伸长脖子 浑浊的目光紧紧盯着火锅 同时道 你们两个 懂不懂尊师重道 说着 将宋前二人煮熟的肉给抢了过来 放在嘴中嚼了起来 嗯 味道不错 味道真的不错 看到连李手镯都赞不绝口 洛餐商和姚希也终于动起筷子来了 这一入口 洛餐商也是笑道 这口味不错 若是能去天府城里开上一家 保管生意能好到报 姚希不禁笑了起来 只可惜她如今念头 明显就不在开火锅店上 她连吃几片涮肉 似也改变了不少对秦峰厨艺的偏见 笑着说道 否则的话 说不定仅仅凭借这做吃食的手艺 就可以做各地仙界显赫富贵的大好商呢 秦峰确实笑了起来 刚才哪个说我没有厨艺的 把筷子放下来 有本事别吃啊 姚希见自己讨好秦峰 还被她对了一句 没好奇地说了一句小心眼 但还是没放下筷子 跟洛餐商抢了锅里最后一块肉来了 第2035章 你可知罪 天府圣地 正殿 百里长亭之后 一道人影已是跪于一扇大门之前 久久不起 那人影虽是衣着华丽 不似普通弟子 此时此刻 却是千功如卑微到尘土里一般 不停地叩手 叩手 再叩手 终于 大门之后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报无常 你在门前跪了多久了 报无常直起身 整了整身上的衣衫 低声回答道 回禀师父 三天三夜 这是第四天了 大门后的声音语气淡淡说道 你可知为师为何叫你跪在这门口 报无常稍稍一愣 转而说道 师父 是因为弟子擅自行动 想要急杀古月 闯下了滔天大祸 由是承担此罚 罪则相比之下 已是轻叛 徒儿就由自取 门后的声音却依旧冷淡 你继续跪着吧 报无常无言 伴赏 那门后的声音又道 你再说说 你哪里做错了 报无常手虑深思 缓缓说道 徒儿不知 晚烈 未等门内声音再说 报无常似是终于藏不住话了 大声说道 师尊 为何在正殿时不直接拿下那的古月 此人身份不明 洛参商如此护着他 说不定他已救出天臣子那老鬼 如若是不除 必成大患 门后 圣主声音不虚不及 缓缓说道 无常 你平时虽是有勇有谋 但总是在关键大事上被情绪影响 你若败亡 必源于此 还请师父指教 报无常心中一领 连忙诚恳地说道 知道自己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了 难道为师不知道此子身份不明 日后恐成大患 门后的目光落回 傲无常身上缓缓道 但身份不明正是你不能动他最主要的原因 从何说起 傲无常不解地看向圣主 等待他的答案 身份不明还不能动手 这算什么道理 当即好奇起了原因 他知道圣主绝对不是一个畏首畏尾的人 否则也绝对不会达到现在这个位置 从自己师父纵横百合 一路阴谋阳谋 干掉包括天臣子在内的诸多强敌 能者当上圣主之位的历史来看 傲无常就对自己的师父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门后的圣主缓缓说道 此子身份不明乃是一件可疑之事 至于为何不该现在动手 看着傲无常茫然的目光 圣主反问道 他用了一荣术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在天怒悬元大阵的攻击下不死 甚至还能反杀 实力又能差到哪去 若是他真的有什么底牌 你认为你对付得了他吗 难道现在的教训还不够吗 傲无常额头灯时布满了细密的冷汗 这才意识到自己若是贸然行动有多么危险 他看了眼傲无常道 另外 以你的身份 若是偷偷摸摸将一个宗门长老杀了 嫁祸给青龙使熬天 道是并无太大不妥 但当时目已成舟 是已败漏 我在同你一并将宗门内长老急杀 何事吗 毕竟那些个老东西门还在天急风 天府圣地也不仅仅是我们师徒就可以说算的地方 报无常听到老东西门 脸上流露出不爽与不屑的神色 那些个老东西管他们去死 已经是半死不活的家伙了 还能拿我们师徒怎么样 中门之后 圣主淡淡说道 但他们闹僵起来 也足够叫我们头疼的了 李座是时常这般地不拘小节 却不知千里之体 常毁于乙穴 出世情的 往往就是这些小地方 报无常此时已然明白自己的动作太过草率 低头道 弟子之错 文后 圣主的声音如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谋略家 淡淡说道 实力高强 又身份不明 还用一荣书隐藏自己的身份 方经帝仙界里 有体修资质 至少也是体修和元神双修的帝仙 细节以上者 寥寥无几 其他人 除了几百年不见一面的方外散修 本圣主都以查明去向 并无一人在我们天府圣地境内 徒儿 你倒是说说 这家伙又会是谁呢 报无常悚然一惊 难道还真如唐烈纳斯所说 这古月的真实身份 是七杀圣地想要找的人 那个神魔灵风成晴风 圣主大笑 当局者迷 狂观这清 你总算会议了 即使七杀圣地要诛他 何必劳烦我们亲自动手 借刀杀人 岂不美哉 报无常恍然大悟道 师尊想不到 竟已私下调查过了 真是心思缜密 圣主却是阴阴而笑 继续说道 你知道为师为何别的刑罚都不选 独独罚你禁足一年 报无常一时困惑 只听得天府圣主又笑道 因为你既是在圣地之内禁足 必是不可能离开圣地半步 纵使秦风死了 也与你 与为师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他的意道 要怪 也只能怪他树敌太多 多行不易 招来灾祸 报无常被天府圣主这样一点 更是茅塞顿开 俯首再拜 师尊圣明 圣主听了这一声奉承 在门后聚傲笑道 少说奉承言语 多做些时事去吧 姚希那丫头 应以将云荒山的位置告诉了古月 以将古月会前往云荒山的消息 告诉七沙圣地 云荒山内 你可与七沙圣地联手做掉此人 圣主声音一顿 淡淡说道 记得 榨取此人身上所有的秘密 尤其是无垢之体 必须带回 七沙圣地也有不少原神 寄存在仙气里的老怪物 若是被他们夺回去 复苏上一个 我们天府圣地的南斗魁首地位 必然不保 此时万分要紧 且不可应小师大 报无常刚想点头 忽地圣主又开口说了一句 叫他都觉得不寒而栗的话 如果七沙圣地想要独吞 你可将他们一并除掉 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 反正云荒山内 死的人 失踪的人 不知己许 圣地之争 乃是大事之争 各为其主 本无对错 以 可听明白了吗 报无常听的圣主的话 神色方才镇定下来 沉生道 尊旨 距离前往云荒山 还有几日时间 秦峰如今的实力和身份 都已经非昔比 才出临封城的时候 他才只是第先五节的 真人境界 如今已经是第先七节的强者 更是天府圣地的赤峰长老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回临封城一趟 毕竟临封城才是秦峰目前在第先界的根基所在 不容有失 秦峰做是一项做最坏的打算 云荒山之行 毕竟风险不小 他要做好自己万一被困其中 甚至陨落于云荒山的准备 好在他如今是第先七节的强者 从临封城出来 到天府圣地的路上 只敢绕着人烟稀少的山区玉空飞行 正怕曝露了自己的行踪 回去的时候 他只想使用神文艺自觉 随便便做一个强者高手的装束模样 便大辣辣地直接从城池上方穿云而过 每天借道路过的强者 不知有多少 那些个盘查过往修士和普通百姓的守门弟子 有几个胆子 敢把这些强者一个个拦下来盘问一番 要知道 这里是第先界 可不是跟你讲道理的中土世界 忤逆了这些强者的意思 一巴掌直接把你家守门弟子拍死了 都是守门弟子没理 谁着急赶路 见着嗡嗡叫得苍蝇不凡呢 朝发细致 行风便赶回到了临封城外 如今的临封城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城了 因为都知道城主秦峰是一个下界来的飞升者大能 便有各式各样的人钱往临封城淘宝 去的人多了 其他各行各业自然也就发展起来了 秦峰才来到临封城的时候 城里不过一间酒室 一家茶楼 繁华的街道也就一条 这才离开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临封城里所有沿街的店铺都热闹非凡 车水马龙 秦峰想了想 直接落了下去 整个临封城内行人如知 磨尖街种 沿街叫卖的什么都有 下道普通刀剑 上道仙器 仙丹 居然都能够在临封城的商铺里买得到 哪里像是一个偏僻的穷乡屁壤 就算是中土世界的大城 也不过是这般气象罢了 秦峰边走边看 不禁唯唯点头 但他也是隐隐有所忧虑 毕竟临封城的繁荣是建立在天赐盟的庇护之下的 在天赐令的有效期限内 任何势力不得进攻临封城 倘若有一天 天赐猛转而率先进攻临封城 这里的一切繁华 必是要重新化为乌有 无论如何 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秦峰在心内想到 正思良的时候 他已是走到了城主府的门口 忽地听到两人被打的安好声音 而且这声音在秦峰听来 还有些熟悉 别打了 是我们对不住城主大人 但我们什么都没说 别打了 别再打了 秦峰寻声望去 只见萧毅一手一个拎着一个人 直接朝着门外拖了出来 那两人一人梳着平头 一个是个瞎子 不是平头哥武平和熊瞎子熊辉 又是哪个 第2036章回凌封城 秦峰听的这话 不禁留心去看那两人 这一看 秦峰都不禁吃了一惊 他记得一个多月之前 他离开凌封城的时候 武平不过是二十多岁模样 熊辉浑身干瘦还瞎了一幕 哪里知道 现在两个人的声音是没有变 武平却是变成了秃顶模样 跟一个小老头似的 熊辉却是浑身浮肿 简直就像是一只吹了气的气球一般 如果不是秦峰似的这两个人的声音 而且自信绝对不会搞错 他绝对是要以为自己是看错了 肖义你给我助手 哪知道肖义听的这话 也不抬头看来人 吏声喝道 你叫我助手就助手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师父成主大人吗 正说话之间 秦峰已是将手里的神文一字绝抹去 露出自己原本样貌来了 只听得扑通扑通两声心响 肖义已是一手一丢 直接将武平和熊辉扔在了地上 也不管两人有没有摔着碰着 三步并坐两步 扑到秦峰面前 一把扶住秦峰 用激动的声音道 师师父您怎么回来了 紧接着 这家伙竟跟个孩子似的 一把扑在秦峰怀里道 哎呀妈呀 您可想死我了 您可总算回来了 大一口子东北口音 听得秦峰尴尬的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小声点 你没见我还一着容吗 秦峰低声提醒肖义 肖义确实大大咧咧道 师父 你也太小心谨慎了一点吧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是你的临峰城主府啊 你家里啊 还需要藏着叶着吗 难不成你家里还能有间隙不成 我看 肖义的话还没有说完 秦峰抬起手来 一道气劲旋转而出 轰隆隆 三道人影直接从左边的屋檐下 被轰了出来 这三道人影都是被秦峰直接从虚空中被震荡出来 狠狠摔在地上 狠哼击击个不停 肖义只觉得左边脸颊都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虽然没有高高肿起来 但感觉也不差了 他尴尬笑道 疏于防范 意外 意外 哪里知道 秦峰抬起手来 中指与食指并坐剑指 隔空一级直朝肖义右侧肩膀点来 雷等肖义弄清楚秦峰为什么要对自己出手 只听得身后弄弄两声像是头骨碎裂的声音传来 又是立在他身后的人影直接从虚空里被弹了出来 两人都是一身隐蔑纤细 气息不露丝毫 只不过现在都是头骨碎裂 直接死得不能再死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两人都是背对着秦峰等人 显然是看到有人被秦峰抬手就杀了 急于逃出城主府 但秦峰哪里可能让他们全身而退 这一下 肖义觉得自己的右边脸颊比左边更加疼了 他的表情有些抽搐 疏于管理 意外 真的是意外 哪里知道 话刚说完 肖义就恨不得找各地洞钻进去了 秦峰的右手以指便掌 隔空秦拿 竟又拽出一名奸细 狠狠摔在了肖义的面前 那奸细似是知道自己肯定活下去了 正要负担自尽 一股强大威压竟是瞬间将他按倒在地 哆哆嗦嗦 浑身打颤 像面条一样瘫软在地 这 这是地 地先妻节的威压 你 你不是财 才真人境界吗 面对这种层面的密探 秦峰自是不去理会 直接将他解除武装 扔在了地上 反倒是肖义惊讶的不行 他都没有看出秦峰的真实境界 反倒是被密探给看出来了 师父 你地先妻节了 我怎么都完全没看出来 秦峰笑了笑 像打完收工似的拍了拍双手道 之前弄死的几个都是地先五节的真人 抓到的这个是地先六节 估计是个他们的头领 其实也不怪肖义没有那个密探有眼力 能这么轻轻松松就镇压住地先六节的强者 就算是秦峰现在一丝神念都没有放出去 别人也知道 对方是一个地先七节的印查啊 城主府里这么多密探 这些凌峰城护卫队怎么做事的 肖义不满地愤愤不平道 反倒是秦峰反过来宽慰他道 真人境界的高手 还带了隐秘气息的仙气 纵使是你都分辨都不出来 哪里可以去怪罪那些寻常的卫队 听到秦峰的话 肖义先是已愣 地先五节的真人 拿到凌月宗 那都可以当宗主了 居然能够被拿来当密探使唤 而且还有地先六节的强者当密探 什么势力这么强悍的妈 还把密探布在凌峰城这样的城市里 难道是 他旋即双手抱肩 愤愤道 我知道这些都是哪里来的奸细了 若不是他们的话 哪里会有地先五节 六节的强者甘愿为他们卖命 说到这里 他似是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抬起脚狠狠踢在了旁边 五瓶和熊辉的身上 就比如这两个吃我们凌峰城 祝我们凌峰城 还吃里扒外 给人当欺杀圣地当奸细的家伙 要不是他们跟师父你真的有交情 我就直接把他们都杀了 而不是紧紧赶出去了 听到欺杀圣地四个字 请封墨地眉头一皱 再看向五瓶和熊辉 只听得五瓶大声喊道 没有的事 我们只是被欺杀圣地擒住 下了生死剑符 他们逼迫我们提供情报给他们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萧毅听得生死剑符四个字 不禁冷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生死剑符 发作的时候 生不如死 你们能受得住 萧毅的话才说完 熊辉立刻好了起来 终生死剑符 一个月之后 发作间隔时间会越来越短 体态也会大变 若不是因为我们生死剑符的不到缓解 我们会变成这样吗 熊辉说到这里 福种的身躯不停地站斗着道 我们不管 过去还是将来 若是去给七沙圣地通报过一个字 叫我们心魔丛生 灰飞烟灭 不得好死 这是心魔大事 而且堵咒的是以前做过的事情 而不是未来即将做的事情 换言之 熊辉现在说了这个心魔大事 如果他之前确实给七沙圣地通风报信的话 他立刻就会应验 哪怕不会立刻就死 也至少会心魔丛生 生不如死 但熊挥发了这个事之后 什么事都没有 萧毅见状 不禁一愣 沐着下巴琢磨了半傻 你这瞎老头 早点说个心魔大事 不就好了吗 偏要闹出这许多的肢结来 秦峰却是眉头紧锁 对萧毅力声喝道 也就你这没脑子的二愣子会闹出这样的蠢事来 没等萧毅不平地回嘴 秦峰已是继续说道 城主府内这么多的奸细 谁敢暴露自己真实的心思 如果七沙圣地知道他们以前没有提供情报 以后也不会提供情报给自己 你说是会不会直接派人灭了他们的口 防止他们有可能把事情说出去呢 萧毅被秦峰一提醒 顿时醒悟了过来 正要拉起五平和雄辉 秦峰已是比他更快 他双手一抬 稳稳将两人拖了起来 在花园一旁的石凳子上坐了下来 未等两人反应 已是拱手伸伸做一道 两位 秦峰对属下管教不严 让你们受苦了 五平和雄辉 原本憋了一肚子的火跟委屈 此时看到秦峰居然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当时也是受宠若惊 雄辉撑着石桌子站起来 正要给秦峰还礼 秦峰却已是抬起手来 左右手搁拖着一件陈年老玉模样的东西 递给两人 五平和雄辉都是将信将疑递接了过来 雄辉拿到手里一看 顿时就惊住了 全天欲随 雄辉差点没经得咬住自己的舌头 服用之后 包治百病 能克制一切邪碎 且可固本培圆 甚至改良先体的天才地宝 零 您这是 雄辉的话还没问完 秦峰已是笑着说道 你们先行服下 此物虽然无法化解你们身上的生死健福 但可以压制其效用 说着 他又摸出四枚几乎一模一样 除了长短烧有差别的玄天欲随 轻轻搁在十桌子上道 一会如果生死健福再发作 就吃下一条 能压几日是几日 若不够 我这里还有 这架是哪里是在给人送天才地宝 您这是请人吃棒棒糖呢 雄辉是知道的 一条玄天欲随 那就足够买下半个 林丰城的沿街商铺了 连上秦峰之前给他们的两条 一共是给了他们六条玄天欲随 且不说 这种开卖会上都要人强迫脑袋的天才地宝 秦峰从哪里搞来了这么许多 但说秦峰这给他们的架势 必然是手里还有更多的玄天欲随 甚至说有更值钱的宝贝啊 雄辉已经算是老谋深算了 很多时候都是喜怒不形于色 旁边的五瓶直接没出席 地两脚一软都给秦峰跪下了 玄天欲随啊 他抬起已经没力气递手 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死 脸抽了好几下 似是觉得疼了才罢手 他奶奶的 真的是玄天欲随啊 老子以前别说一条 蟹子都买不起啊 他看向秦峰 难难道 这东西紫霄建宗的宝库里也没有吧 秦峰 你这是到哪发了这么大一笔横财啊 第2037章伤我兄弟者 有死无生 看到五瓶那没出席的模样 秦峰不禁笑了起来 我哪里来的 你就不要管了 反正我这里的玄天欲随 让你们正常当要吃 压制个三五年 恐怕不够 一两年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五瓶和熊辉之前 听秦峰说这样的话 绝对会以为秦峰是在安慰他们 但如今他看到了秦峰顺手就拿出这么多的玄天欲随 事实胜于雄辩啊 不过 秦峰说要让他们把玄天欲随当要吃 吃对一两年 得要有多少玄天欲随啊 而且 熊辉听到秦峰的话 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朽听说玄天欲随可以改良仙体 若我们吃玄天欲随 吃了这么多 自身实力还得不到提高 无法挣脱这区区七杀圣地的生死剑符 那我们真就是命了 听到熊辉说得这么悲观 秦峰不禁笑了起来 但不是名笑 而是冷笑 不用那么久 我踏破七杀圣地 让他们帮你们解开生死剑符的日子 也不会太久的 听到这话 不只是萧义 熊辉和五瓶 刹那之间都惊呆了 但少 只听得被秦峰用神念捆绑束缚 在地上的七杀圣地 间隙都忍不住 阴侧侧地冷笑起来 狂犬废日 你以为七杀圣地是什么地方 莫不是你以为 自己区区一个地先妻节的修士 就可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秦峰脚步迅捷 竟是抬起脚来 狠狠一脚蹬在了那间隙的面门上 一道人影狠狠倒飞出去 轰地一声 狠狠撞在了院内的假山石上 华 地一大口鲜血喷进而出 污了一大片地面 那尖细正挣扎着要爬起来 陡然 秦峰隔空一脚 直接将他踩在了地上 冷冷说道 伤我兄弟者 有死无声 听到秦峰的话 那地先六节的尖细 竟咽下一大口血水 吐出打断的牙齿 冷笑道 你这蝼蚁 你 你对圣地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一句话 自是又换来狠狠的一脚 只不过这一脚并不是秦峰踢的 而是 肖义狠狠一脚蹬在了那尖细的脸上 刚刚被秦峰一脚踢掉一半的牙齿 另外一半也跟着报废了 你一个被抓的尖细 还这么嚣张 我踢 我踢 我 可惜了 一个地先六节的强者 哪里可能会被一个地先五节的真人给踢死 就算肖义这丝是个二愣子 天生神力 也不可能真的挤脚就把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强者给踢死了 毕竟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但是 疼是真的疼啊 眼见着 那地先六节的高手 被比自己低了一个大境界的肖义像踢死狗似的 踢来踢去 哀嚎不止 秦峰似也觉得有点过了 一把拦住了他 秦峰看向那鼻青脸肿的七杀圣帝奸细 冷冷说道 我会要你知道 别说是你七杀圣帝 就是上界大能 也是一样 那奸细奄奄一席 正要挣扎 已是被闻讯赶来的护卫军给架走 跟那受伤的一堆奸细关押起来了 护卫军踩走 风无邪 林飞银并着生儿都来了 片刻之后 扁肃心和徐玉焉也到来了 众人便簇拥着秦峰到了城主府的议事厅 对外只宣称城主秦峰出关了 而且还故意弄得张灯结彩 人尽皆知 更妙的是 城主府对外宣秦峰达到了第先六节 所以城内同庆 都由城主府出酒出肉 由城内百姓自取饮食 其实这也是很合适的 闭关一个月就从第先五节的真人境界 提升到了第先六节 这已经是非常可怕的晋升速度了 要知道在真人境界一卡几十年 上百年 甚至好几百年的修饰 比比皆是 一个月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能不普天同庆吗 普天同庆做不到 普城同庆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城外的百姓们乐得詹 城主晋升的喜气 整个城主府最核心的意识厅里 却是陷在一片惊异的情绪之中 什么 不可能 我的天哪 这些几乎成为了林峰城内 秦峰世家众人 在这一晚上的时间里 从嘴里蹦出频率最高的词汇了 毕竟秦峰这离开一个月的经历 实在是太丰富 太吊诡了 入天门境地 杀天赐盟高手 朱棣吉峰两大高手 如果还算寻常 欲准天父 圣主天臣子 已经够叫人觉得疯狂的了 欲天仙境大能的 战而胜之 这已经不是疯狂了 简直就是神话了 至于阴差阳错 发现了天府圣地 在天门境地的固地藏宝库 这更加叫人相信不得了 但是从秦峰一出手 就给所有人安排了 一人一件天仙气的行头 别人也不敢不信啊 而且每个人准备的 还都各有特色 各不一样 比如说风无邪 秦峰给他准备的是一把天仙长剑 灵飞赢的虽然也是天仙剑 但却是一把绕纸柔软剑 前者是北明玄铁锻造 为第仙界第一坚硬材料之一 后者则是薄如禅翼的太古镇晶打造 智柔可画任何形状 心力注入则可瞬间坚硬堪比玄铁 萧翼是一副天仙拳套 而且其中还有花样 左手拳套上是一副防御阵纹 右手拳套是一副攻击阵纹 正好满足拳套当中左手防御 右手进攻的作战习惯 这两副阵纹都是大阵纹 施以雕花功夫 慢慢雕琢在方寸之间的拳套上的 仅仅是这两副阵纹就足以 让他在天仙气中也属上品了 就连罪没有诚意 只是紫萧剑宗灭亡了才投靠过来的剑矢生儿 秦峰都给他选了一口紫气青红长剑 虽然与天仙气之下没有神意 但至少也是一把天仙气 把这小女子高兴得不行 至于武平的天仙气长枪 雄辉的天仙气拐杖都不是事 最珍贵的还是秦峰送给徐宇燕的藏仙笔 以及送给扁肃星的长生俘路了 藏仙笔原本是准天仙气 但经过天臣子的修复 已成为天仙气 徐宇燕前世虽然使剑 但早已忘却 金氏一直就是跟秦氏学习 武器也跟秦氏一样 惯用的是短剑 只不过秦峰这个老爹为了耍帅 常年打着折扇 作战的时候才和龙起来当短剑使用 藏仙笔对于手里三把不逊于天仙气明剑 还有明红刀棒身的秦峰来说 已显激乐 反倒是对于徐宇燕来说 可以说是最适合他的武器了 即便有人想对徐宇燕出手 藏仙笔自曝 威力也足以较大部分对手有来无回 扁肃星的生机木剑 随他从中土世界至今 自是不可能轻易弃之不用 秦峰便送了他一套长生俘路 这是秦峰的关心所在 扁肃星用生机剑道治疗他人 其实损耗的都是自己的生机之力 这一套长生俘路 应该是上界专修生机之力的预传下来的天仙气 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周围的天地灵力 转换为生机之力 为持有者所用 原本只是可以延年易寿 并无什么特别的用处 因为到了地仙界 乃至天仙界 修士的最大死因 从来都不是寿源枯竭 而是死于争斗 这比死于肚竭 甚至是死于杰征的修士都要多 不过到了扁肃星这里就不一样了 如果扁肃星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机之力补充 不仅对于他助言有助 也可以补益身体的虚弱 这还只是武器 别的天仙气更多 最少的生儿领到了两件 最多的徐宇烟和扁肃星领了六件 几乎武装到牙齿了 看到秦锋出手这样爆发户 也由不得别人不相信了 林飞云确实没有多在意这些天仙气 对秦锋关心问道 城主大人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秦锋见这里都是自己人 便坦率地说道 云荒山是肯定要去的 一来 无垢之体是天臣子复生的唯一途径 二来 上界昭明鉴日迟早会查到我这里 清朝之下无完卵 仅仅凭借临峰城 还是底子太小了一些 哪里能抵挡得住上界的天仙 若能得到天府圣地支持 最好可以辅佐天臣子众登圣主之位 才算给我们临峰城多了一众保障 秦锋又说道 而且上界对地仙界的侵蚀 我不可能视而不见 一定要去云荒山一探究竟 我才能安心 没等担忧他的许与烟和贬素心开口 秦锋已是说道 我这次回来就是安排这件事情来的 云荒山里除了当地的种种诡异 我估计天府圣地 西沙圣地 天赐盟这些势力都有可能对我动手 也许是其中一个 两个势力 最坏的打算就是三个势力都对我动手 而且还联手起来对付我 徐宇烟也紧张道 若是如此 那该如何 不弱不去了 秦锋确实笑了起来 虽千万人 吴王矣 这么多年了 你们还不明白 我是一个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家伙吗 他看向众人 徐徐说道 除非各大势力的头面人物出手 否则想要杀我 不仅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甚至有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秦锋似是要安众人之心 开口说道 我不在临丰城的这段时间里 就由我父秦氏主持整个临丰城的大局 第2038章浑水墨语的 听得秦锋说起秦氏的名字 笑意 风无邪 林飞云等人皆是一愣 尤其是见识生儿 秦锋这样的牛人 居然老爹都还在 那他老爹的要牛逼到什么样的程度 徐宇嫣和扁肃心则是一愣 还是徐宇嫣第一个反应过来 我师父也到底先进来了 秦锋点了点头说道 父亲放心不下我们自是要第一个过来 那边世界刚刚整合好 他的心思也就不在那儿了 这话在扁肃心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落在其他人耳中却是端地吓人 他是非生者不假 但是何曾听说过非生者到了上届 还能够与下届保持联系的 关键的是听他的意思 还不仅仅是保持联系 而是直接将下届化为己有 等于是有一座可以被奴役的下届心臣 仅仅为秦锋一人所有 这是个什么概念 传说紫肖建宗能够拥有一颗下届心臣 都可以称之为圣地之下第一的宗门了 何况是秦锋一个人 独拥一颗下届心臣 这简直就是富可敌国 直到众人惊恶的神色 秦锋也不多做解释 说了一句今日就到这里 明日我便会启程 散了吧 我也知道这个秘密不太适合自己听 便逝去地纷纷告辞离开 然后这屋内也就只剩下了 秦锋与扁肃心和徐宇因两人 这两人都是秦锋的红颜知己 也都是可以掏心掏肺的人 秦锋自是不瞒着他们 便将自己如何融合了散仙界 和中土世界的情况于两女说了 你当真做到了这一点 扁肃心惊道 世界非生真的可以做到吗 徐宇因也是感到非常地不可思议 秦锋便笑了笑说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不如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于是他便拿出天地集书对着两女说道 择日不如撞日 你们也很久没有回中土了 不如现在去看一看如何 带到两女 随着秦锋进入天地集书中的世界 都被眼前的一切所惊住了 融合了中土世界的散仙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浓郁的灵气包裹整个散仙界 两个世界融合的气韵之力使散仙界拥有了更强气韵加成 中土也晋升为上位世界 中土居民平步青云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到散仙界 以前他们并不是没有进入过小世界 但大多都是直接进入在小世界之内 像如今似这一般先从域外再进入小世界的情况却是极少的 两女满怀着好奇随秦锋降落在小世界之内 只见坐坐其风之间 无数悬空宫殿高耸云端 悬空宫殿之下 熟悉的中土世界轮廓逐渐清晰 落城 燕京 咸阳 林姿等等大城纷纷浮现 房屋灵次结壁 百姓亦安康快乐 断地是一副盛世景象 与此同时 原先天地灵气因为散修长年争斗而不断匮乏的散仙界 这时候反而被中土世界的灵气所弥补 两个世界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反而让人有一种鬼斧神功的精妙之感 只见三人落回到落城之内 很快秦道直 谭鹏 炎武等人都赶了过来 曲宇烟毕竟在中土很长时间 与大家都比较熟人 他也是百年之后 才从中土世界飞升散仙界 散仙界再飞升第仙界的 与他比起来 百年之前就已经飞升 如今凭借自己力量已达到第仙境界的扁肃星 初次返回中土 倒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尤其是既是起 第一次见到这位姑姑的秦道直 更是惊为天人 不得不说 扁肃星本来在容颜上 破而后立 重新恢复生机时就变得疏为惊艳 后来更是经历天外天诸多洗礼 本身求仙的气质也出来了 碎变得更加地步使人间烟火 直看的秦道直感慨自己父亲的好运气 这么多姑姑一个个都是堪为天人 叫他都羡慕得要命 他这盯着扁肃星看的架势 一旁的张义水脸都拉下来了 这小子居然都浑然不知 没等秦道直还没有反应 张义水已是抬起仙仙玉手 重重拍在了他的脑门上 咕咕 咕咕的 你想什么呢 秦道直吸了吸口水 不叫咕咕叫什么 难道叫姨妈 张义水五指张开 又是一掌重重拍在了秦道直的脑门上 当然是叫蒂飞啊 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啊 江湖妈 只不过 现在的情况下 也无人去关心这一对 看起来十分恩爱 打情骂俏的小情侣了 老大 你可算回来了 现在散心界都有点乱套了 刚来到大泽圣院 一行人感受到秦锋的到来 纷纷出门相迎 言武第一时间冲了出来 来到秦锋面前便哭诉了起来 秦锋疑惑道 哪里乱套了 看起来不是挺好的吗 言武摇头道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啊 这还是在大家极力保持下才营造出的良好局面 李太白无奈道 你就不能让大帝先进来慢慢说嘛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连门都不让进啊 言武转头怒道 你懂个屁啊 李小子除了喝酒还知道什么 这可是威胁道散仙界的稳定的 情势凝重地开口道 风儿先进府内把 此时确实需要认真商议 一行人进入了城主府之中后 秦锋才慢慢地弄清楚了整件事情 一切都是因为散仙界居民与中土居民的不协调 虽然秦锋定下了宗门大事要有两届裁决所裁定的规矩 但是散仙界当中数量最多的还不是宗门修士 而是散修 这些从来不尊王命 不从法纪 到头填写的家伙 从来都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主儿 散仙界之中道法修炼比中土世界稍微高级一些 但战绩却是弱得要命 在他们眼中 一个个的中土世界势力 哪一个没有独门的厉害战绩 无论是隐世宗门 还是世俗宗门 前诸侯国乃至一些厉害的世家 都成为了他们群起公知的猎物 仅仅您不在的这十几天里 谈鹏目光闪烁 似有愤愤之意 已经有十几个世家被灭门了 十几个 这么多 秦锋也是眉头莫地骤起 沉生道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一旁的风济也说道 散仙界的散修当中不乏高手 有些世家的家主在世界飞升之前 不过是天舞者 飞升之后也堪堪只是散仙四重 五重 相当于二流宗门的强者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一旁已经是如道之胜的白里清风 沉生道 偏偏这些世家的战绩 对于散仙界众人来说 如同至宝一般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啊 屡屡发生这样的惨案 虽然中土世界的世家众多 十几个世家看起来数量不多 但已让中土世界各方势力感到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赵日天在一旁接着说道 大地 最叫人丧气的是 那帮犊子来得快 打得快 逃得更快 每次我们接到消息赶过去的 巨市遍地失海 而且这些犊子下手特别狠 无分男女老幼 从来不留活口 虽然中土世界每个一段时间 都会有世家因为争斗而消亡 但这样消亡的频率 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极大地加剧了两界的对抗趋势 风济也在一旁说道 人在家中作 或从天上来 无缘无故就被人屠灭了满门 若是世家有人幸免于男 或是有其他占心待故的世家在势力中 肯定会为之哭诉 层层告状 上达两界裁决索 就算是其他的世家 听闻了这么多的惨案 也必然是物伤其类 吐死胡悲 每一个世家都有消灭的势力 这种情绪 层层传达 恐有星火燎原之事 龙梦鱼忍不住嚷嚷道 最关键的是 送到我们两界裁决所来 有个鸟用啊 活口都没有 就算我们不惜消耗心力 使用本源反召大树 去还原当时的真实画面 也没有什么用啊 那些散修都隐秘得极好 气息根本不漏分毫 关键实力都还不错 杀起世家的普通武者 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到哪里去找线索去 收拾完情道指的张义水也擦了擦手 说道大帝 如果裁决所不能给中土 各世家一颗定心丸 不能给这些为非作歹的 散仙界的散修们一些教训 这险界之急 也迟早会病入膏肓的 秦峰点了点头 显然是赞成了张义水的说法 我之前用两界裁决所 管住了散仙界的各宗门 只是没有想到 散修们无门无派 确实难以管住这些家伙 但是秦峰也说道 不排除有散仙界宗门 打着散修的名义趁火打劫 他何等深算 哪里看不出里面的深浅 这天底下 哪里来这么多实力不凡的散修 散仙界的修士们有几斤几两 我还不清楚吗 听到秦峰的话 一旁的秦道直不禁问道 老爹 那你想到对付他们的办法没有 这可一定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啊 第2039章虎妇无犬女 秦峰笑道 这些家伙心存侥幸 必是要叫他们吃一个终生难忘的苦头才行 他看向众人说道 目前看来 这是一个麻烦 也是一个危机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会让两界裁决所沦为摆设 两界自下网上可能都会爆发战争 到时候 世界之忠民不聊生 对于我修为的提升 自也是一害无穷 众人都是点头 暗暗赞成秦峰的话 秦峰又说道 不过反过来讲 每一次危机 如果处理好了 都是一个不错的契机 就比如说夜黑作乱的时候 跟随他的人曝露了出来 我即杀了夜黑 同时也清理了这些潜在的居心叵测者 散仙界变得更加稳固起来 后来两个世界融合 试验宗主作乱 又有一些人没忍住跟随了他 所以又被我们清洗 他缓缓说道 中土世界亦是如此 各方势力屡次对我发难 每次击溃之后 不稳定的因素就更少 这个世界也愈发稳固 秦峰笑道 就有点像是人生病发烧一样 其实是在清除身体里的病菌 对身体是有意无害的 看到众人又点头 张义水主动上前说道 父皇 我有一计 想主动请应 听到张义水主动请应 秦峰心未点头 义水 你且说出来听上一听 要知道 张义水虽然是秦峰的儿媳妇 但是如法双修 手忍兵道 他本身还是叛军的首领 一度打得大则神朝的官军节节败退 几乎打得大则神朝灭了国 他的建议还是很值得一听的 张义水缓缓说道 散仙界的散修也好 浑水墨鱼的散仙界宗门也罢 他们之所以胆敢对中土世界的世家动手 就是吃准了世家当中没有高阶战力 必须要让他们碰一次硬钉子 这样才可以叫他们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张义水冷冷说道 我建议近期挑选十个以内可靠的世家 每个世家发放不少于十本天极武器 让他们故意制造事端 彼此进行对抗 甚至小规模冲突 然后我们各路精英直接护卫这些世家 一旦遇到对方前来截掠 直接全部格杀 反正对方的身份是散修 杀了也没有关系 杀易景百 正好以锦孝游 听到杀易景百这样凌厉果断的话 从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口中说出 初见张易水的扁肃心都是唯唯吃惊 面有异色 秦峰听到张易水的话 笑道 这是请君入问之计 不算阴谋 算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我也觉得甚好 不愧是张泽牧的女儿 冷云飞的外僧女 扁肃心一听张易水是张泽牧的女儿 顿时心中了然 也是笑着说了一声 虎夫无犬女 难怪了 秦峰却又说道 我觉得还应该再稍稍修改一点 不要将他们斩尽杀绝 而应该故意放走一些活口 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 秦峰笑道 如是几次之后 散仙界必不敢再打中土世界的主意 秦道直不经道 需要来好几次吗 为什么不能一次搞定 除恶物净啊 秦峰说道 从来只有千日做贼 无有千日防贼 但要打消贼人的念头 那就只有多是几次 让他知道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他们才能没有了念想 听到秦峰的话 众人也是点头 秦峰又说道 这事情我交给易水全权负责 圣财武院 记下学功的强者 你虽是可以调用 列阳先宗 子武先府和寒兵门 与我们大则神朝 与我们秦峰世家也都跟一家人一样 你若需要他们相助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切莫客气 秦峰说完 谭庞和言武皆是点头道 易水丫头 你既是张泽牧的女儿 又是老大的儿媳妇 那就是我们自己人 你千万不必客气 我们跟你爹 可都是过命的交情 张易水听得两人如此给面子 也是身身作医 陈生道多谢两位叔叔 秦峰见众人都很给张易水面子 也不禁笑了起来 此事既是易水你提出来的 从执行道布局 道收网 全部由你来主管 抓住的散修 圣杀大权也都在你手里 听得自己老爹这么给媳妇面子 秦道直突然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按着 老爹 那你给我安排什么事啊 怎么感觉我媳妇才是你亲女儿 我是你给捡回来的啊 秦道直的话音落下 整个意识听里皆是大笑了起来 秦峰笑着说道 叫你带兵打仗 运筹为物 我这不是把我神朝将士都往坑里带吗 而且还是深不见底的深坑 秦道直思想争辩 但一想到老爹对人时的架势 用膝盖去想也知道肯定是对不过老爹秦峰的 他只好认怂 可偏偏这个时候 秦峰却说道 每个人自然有每个人自己的用处 我也恰好给你一个用处 秦道直不经心内一喜 追问道 给我什么用处 秦峰笑道 自然是你当好人 让一水来当坏人了 出赌当要结合 才可以彻底根治问题 待到一水打击散仙界的散修两到三次之后 你便要出面举办一场舞蹈大会 要求参加者封印修为 只能用战绩作战 获得名次者都可以得到不同级别战绩的奖励 第一名者可以得到天际舞技的奖励 听道秦峰说 第一名才有一本天际舞技 秦道直不经摇头 第一名才给天际舞技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秦峰笑道 散仙界的人肯为了地级舞技 都去使家里杀人放火 何况是天级舞技 一开始不要把标准定得太高 因为人心的贪欲总是不会滋长的 若是我们一开始就把奖励的调子定在羽级舞技的话 全中土才多少羽级舞技 到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弄周级舞技 去给散仙界的人 听了秦峰的话 秦道直也是点了点头 却忽帝问道 那这舞蹈会叫什么名字好 秦峰不禁心里涌上一丝恶趣味 笑道 就叫天下第一舞蹈会好了 三个月开展一次 地点也不要放在落城了 放在建城吧 反正悬浮在落城上方的建城 也是我们的地头 之后 秦峰又与众人讲了当下行事 叮嘱下张一水打击散修的要领 他便找来以前道家小世界的守护圣兽 轻皮老牛过来 询问了一下将下界强者传送至上界固定位置的阵法 这一问 居然还真的有 秦峰也知道临峰城里其实防守非常薄弱 在他不在的情况之下 有很大可能连七杀圣地的一波攻击都抵挡不住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从三仙界里选一批强者飞升去临峰城驻战就很有必要了 秦峰优先选择的却不是中土世界的亲信 而是三仙界诸多等待飞升的大能 一来 这些人距离飞升的实力差距很小 消耗的天地气韵不多 二来 这些人陆续飞升之后 其实对于三仙界原生土著来说 相对中土世界是个削弱 更利于中土世界与三仙界土著的和平相处 所以秦峰一下子就选中了二十名三仙界的飞升强者 统一交由秦氏管理 准备陆续飞升到地仙界 这些来自各个宗门的强者 虽然知道秦峰可能有利用他们的成分 但飞升上界的诱惑实在是太巨大了 即便是被秦峰利用 他们也愿意以身试险 因为他们都是在散仙界不得飞升 蹉跎数百年以上的老散仙了 一旦飞升 积蓄的先例一下释放 最多的可以达到真人境界 在守城的情况下 将会是巨大的助力 再加上金鱼正文 攻于星际的父亲秦氏运筹为物 气杀圣地即便想攻入凌峰城 怕也要大费周章 根据秦峰的安排 秦氏先到凌峰城 随后各散仙界宗门强者陆续在大阵的帮助下 飞升前往凌峰城 秦峰在散仙界停留三日 完成了架设大阵的工作之后 立刻离开了散仙界 散仙界的三天 便是第仙界的一天 秦峰必须要尽快返回天府圣地 万一天府圣地听说秦峰出关 故意去守卓峰找古月 或者是借口宗门之内有重要会议 要他这个赤峰长老出席一下 那事情就会相当棘手了 至于临峰城内 秦峰也留下了几本天府圣地里的大阵图谱 还有部分的仙晶石 相当于是将守卓峰上正在雕琢的湖山大阵 拿了一个萎缩版本给临峰城 贬速新语许语焉都通正文 想来这两人应该也可以把这个加固城房的仙晶石大阵给琢磨出来 布置完这一切 秦峰终于长长递输了一口气 夕阳暮色之下 他看了看静透在夕阳里的临峰城 喃喃自语道 如此一来 云荒之行 就算我一时回不来 众人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他似是终于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 转过身来 身如金翅大鹏 迎着夕阳金色的余晖 缓缓朝着天府圣地的方向急速穿梭而去 就在此时 一道带着青铜龙手面具的人影 冷冷看着远方的背影 嘴角之下 露出一丝意味不明的冷笑 好你一个古月 好你一个秦峰 第2040章我去 秦峰回到天府圣地 果然 才刚刚回到手镯峰坐下 圣地前来传令的使者就到了 赵赤峰长老古月前往圣殿议室 秦峰接到传令 心里暗道一声还好 那前来传令的圣地护法 看到秦峰面色如常 举止不见丝毫异常 四也觉得奇怪 盯着他看了好久 方才将赵令帝到他的手里 疑惑不解地飞回圣地去了 看到秦峰终于赶回来了 李守卓不惊松了一口气 那一颗提到嗓子眼的心 总算是落下来了 毕竟秦峰不在守卓峰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有意拉住那护法 劳客了一阵子 有的没的都说 其实就是突延时间 对方四也拿着贵为一脉掌门的 李守卓没有办法 只能陪着大聊 一聊就聊了一个半时辰 眼看着对方已回圣地 还有要事处理为由 直接突破了 守卓峰掌门的钢铁防线 只是叫李守卓 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 秦峰居然回来了 而且他淡定自若地 接过了赵令 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 带到船令护法走后 李守卓一把拉住秦峰问道 你这小子跑那去了 要不是我让你大师兄去看看 你在不在屋里 刚才就漏信了 秦峰知道师傅李守卓是关心自己 也是有些感动 笑着说道 回林峰城安排了一些事情 即便我此去云荒很长时间不归 林峰城想来也能固若惊汤了 李守卓却是一口险些脆到秦峰的脸上 憋独子 说什么魂话 你还得好好地回来继承我守卓风的香火呢 秦峰听的这话 也是笑了起来 师父你放心 我这条命 别的没有 就是硬 云荒山里吃魅王俩 哪里能吃得下我 李守卓这才点了点头 吃魅王俩吃不吃得了你 老夫管不住 也管不着 一会圣主叫你去圣殿 你可得小心行事 老夫琢磨着他就是来探你虚实的 秦峰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 报无常师徒在前殿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打掉牙齿和血咽下去就算了 报无常师徒若是有这样的胸襟 当初也不会不择手段要除掉天臣子了 秦峰淡淡说道 报无常暗算我 他可以推到自己徒弟身上 若是圣主暗算我 那这事情可就很丑了 若是他成功也便罢了 大不了个大圣帝当面不敢说 私底下说这圣主既贤都能 但若是没有成功 或是让我逃掉了 那天辅圣帝在南斗地界的第一圣帝的地位 肯定是完了 他笑道 师父大可放心 到了圣帝 秦峰便前往正殿 与上次秦峰被奥无常 框到圣帝来的时候不同 这一次秦峰走的是大路 一路涉及而上 众人都是看着这位 有可能是圣帝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赤峰长老是毕恭毕敬 静若寒蝉 一方面是因为手拙峰的古月 实力超群 高深莫测 另一方面 神人不知道他这杀神 在圣帝的前殿诛杀几十名天极峰 地极峰两脉青年才俊的事情 别看这古月瞧起来温文尔雅 暴走起来 绝对是一尊杀神啊 连帝吉峰的首席大弟子唐猎都敢杀 连圣子傲无常的女人都敢抢 连圣主大人他都敢对 敢呛 谁要是惹了他不高兴了 不就是一刀的事情吗 没人敢跟一个杀神过不去 以前是 现在是 未来肯定也是 秦峰就这样畅通无阻地到了正殿 只见圣帝的正殿之上 诸位赤峰长老皆是坐在上列 一共是二十席位置 连上圣主就是二十一席 圣帝大事 众人都是要举手表决 共同商议 秦峰自然是坐在最下手 这也是应有之意 他特地瞟了一眼圣主坐下的一张纯金打造的小板凳位置 这应该是圣帝的圣子坐的位置 可以旁听 但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表决权 但这一次奥无常没有坐在上面 显然是因为禁足令的关系 不能够出席这样的会议了 不过秦峰才刚刚坐下来 立刻感觉到了二十人中至少有十人朝着自己投来了或愤恨 或鄙夷 或仇视的目光 这些人大部分秦峰都不认识 确切地说 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他何等聪明 心中顿时就了然了 这些赤峰长老显然都是有后辈在前殿之战的时候 陨落在我手中 其实本来是他们与傲无常一起偷袭我 不想被我反杀了 只是这些圣帝的赤峰长老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 哪里能忍受自己小辈 后辈被人斩杀了 还没处诉苦深渊这等事情 这些个家伙的逻辑就是 我欺负你 可以 你欺负我 那绝对不行 我一定要弄死你 顺带弄死你全家 强盗逻辑 秦峰在心里冷笑 嘴角已是挂上了一丝笑意 如此看来 今日这场他第一次参加的圣帝决议 必然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无遗了 果然 秦峰才刚刚坐定 圣主就开口说道 既然古长老到了 那么二十名赤峰长老就都到齐了 他不嫌不淡地说道 只是有些心境长老没有规矩 居然让其他资格比他要老得多的赤峰长老 直接等了他接近两个时辰 实在是有些不懂礼数 秦峰知道圣主是在故意损自己 但他迟到了 也确实无礼 便只是笑了笑 却也不跟这些个赤峰长老表示歉意 没办法 这里不是中土世界 不是讲道理就可以讲得通的世界 在目前来看 还是要靠拳头说话 比姿态摆得越低 反而叫这些恶人更加看不起你 欺负得你更惨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大抵就是这样的道理 圣主见秦峰也不作答 就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知道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也只得转移话题说道 今日召集诸位紧急前来 乃是一件关于圣地的重大事情 他稍稍停顿说道 经过在云荒山的内线来报 云荒山中不仅发现了 难得一见的无垢之体 甚至可能还有圣灵之体的存在 话音落下 除了秦峰之外 满座皆经 圣灵之体 难道是那的无垢之体的天才地宝 自行修炼得到 拥有自主意识的怪物 居然还真有这样的东西 一时间 整个正殿之内各种情绪轰然爆发 把这庄严的圣殿 变得净是如菜市场一般吵杂 圣主抬起手来 压了压众人的噪音 大声说道 若能够寻服一头圣灵 天府圣地不说 称霸整个地仙界 南斗之首的地位 必将无可动摇 即便是得到了一头已死的圣灵 身上的天才地宝切割出来 也是无数件天仙气和天仙丹药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听到这里 众长老虽是跃跃欲试 但一个个都感觉到并不太对劲 因为那圣灵出世的地方是 云荒山啊 云荒山是什么地方 历代进入云荒山就出不来的祖师和祖师爷们 他们的本命灵牌还在祖师祠堂里供奉着呢 只生是死都不知道啊 看到众人一时紧生 圣主的嘴角微微扬起 淡淡说道 大家自然做赤峰长老 必然是要有为圣地赴汤到火的心理准备 难道连云荒山都不敢去闯一闯吗 说到这里 各个赤峰长老皆是低下头来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陡然 圣主看向了最末为一人 淡淡说道 其他的赤峰长老皆是拖家带口 而且常言为圣地奔波征战 几乎都带有救急 可能确实也不太适合静云荒山冒险 大家为圣地征战日久 功劳一点一滴 本圣主也都知晓 秦峰看到圣主盯住自己看 便知道事情不太对劲了 果然 天府圣主脸上带了一丝假笑 看向秦峰说道 不如我们大家给最年轻的 也是最没有牵挂的年轻赤峰长老 一个为圣地效命 表现自身能力的机会如何 话音刚落 其他赤峰长老一个个都是如释重负 更有与秦峰有仇的赤峰长老们 纷纷捧杀起秦峰来 圣主英明 此事非谷长老莫属 谷长老青年才俊 实力超凡 倒是云荒山之行的不二人选 听到这些话 秦峰便知道 天府圣主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了 这样一来 就算有些人看出了 这是天府圣主铲除一己 对付古月的手段 其他的赤峰长老也根本不敢指责圣主 更不敢投反对票 否则圣主话锋一转 若是要他们顶替秦峰去云荒山 大抵是有来无回 有死无生了 圣主淡淡一笑 玄疾说道 我们圣地一向公平公正 大家举手表决 若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赞成 此事便如此安排 大家意下如何 众人接道 圣主英明 如此甚好 天府圣主便笑道 同一股月长老带领探险队入云荒山者 请举手 言罢 他敬自己第一个抬了手来 可没等众人举手负义 秦峰已是墨地站起了身来 他冷冷击翘道 我去就我去 场内气氛顿时僵住了 尴尬至极啊 本来其乐融融 甚至还面带假笑的天府圣主更是愣住了 只听得秦峰一针剑写道 劳烦你们假惺惺必举手表决送我去 你们不觉得恶心 我还觉得恶心